第21集 爷爷曾经讲过 村子的一年四季 像人的一辈子 春天像少小孩子 看上去五颜六色 生龙火虎 朝气蓬勃 实际上好看不中用 开花不结果 馋死人 春天经常饿死人了 夏天 像大小伙子 热度高 精气旺 力气和热气日日涨 蛇虫夜夜生 浓忙双抢 抢结婚 抢生子 手忙脚乱 累死人 秋天像精壮的汉子 人到中年 成熟了沉淀了 五股风灯 六处兴旺 天高云淡 不冷不热 爽死人 而冬天 想死老头子 寒气一团团帽 衣服一件件天 出门缩脖子 回家守床板 闷死人 这里有些是双关语 明的一层一死 暗底一层一死 有些寒意好理解 比如夏天热度高 既指天气的热度 也指人的热情 热火朝天的生活 狗都掀不住 有些含义 却不大好理解 比如夏天 蛇虫夜夜生 既是指大自然里的 毒蛇害虫 也是指人 口舌上的事事非非 夏天日常夜短 鼠热难当 人都不爱待在家里 要出门 三五成群 四六抱团 散在弄堂里 聚在祠堂门口 吃饭 纳凉 打牌 下棋 看戏 闲聊天 拉家常 是挚咬传咬 传播小道消息的好时间 去年夏天 上校失踪之后 整个村子都在谈论他 真真假假 鸡脚嘎懒 都在浅吟低唱 蘑菇一样的 见风就涨 他在蛇虫夜夜声的 盛夏出事 注定是要被人 大张旗鼓地嚼舌 嚼得遍体鳞伤 然后到了秋天 盛况逐渐收敛 一路下滑 到冬天滑入谷底 翻过年 只是零星有人提起 提了就提了 气泡一样 风一吹就破了 因为终归是老故事 沉芝麻烂骨子 不可能出现风生四起的老行情 要出现老行情 必须冒出新东西 比如上校被捕了 审出案情真相了 或者小瞎子开口说话了 揭开了一堆秘密真相等等 新东西迟迟不涌现 上校自然而然 再离我们远去 这是大势所去 然后到了夏天 不知是谁起的头 也不知是哪一天 一轮嚼上校的新行情 平地拔起 势如破竹 风风火火 迅速席卷全村 此轮行情 可谓骇人听闻 原来上校是个大骗子 他根本不是什么 可笑的太监 而是可恶的鸡肩犯 晴天霹雳 风云突变 一时间 全村人顿时兴奋起来 草草起来 一传十十传百 干柴玉烈火一样的 台风吹沙尘一样的 转眼间 家喻户晓 我通挨脚虎视小兄弟 经常在七阿泰的小店玩 几乎是最先听到 这风声的人之一 小店祠堂一样的 也是公共场所 人来人往 七嘴八舌 许多小道消息 会第一时间在这里集合 又发散开去 向集市 一天 我正同挨脚虎 在小店门口修弹工 老保长来买烟 一进小店 七阿泰就报喜似的 对他讲上校的最新行情 老保长听了哈哈笑 提着个大嗓门 嚷了一个响亮 哈哈哈哈 这不鬼扯淡吗 谁不知道他是太监 村里一只狗都知道 是啊 我也觉得古怪 但是啊 这事儿好像是真的 臣个屁 你是真老糊涂了 你才糊涂呢 整天酒醉糊涂 七阿泰有些生气 也放开了喉咙 这事儿 把酒假不了 因为是小瞎子自己讲的 小瞎子讲的 他开口了 口是没开 是用脚讲的 老保长像被掏了夜窝一样 又大笑起来 笑得立不住 一屁股坐在板凳上 一边咳嗽 一边嘲笑七阿泰 笑笑咳嗽 笑笑咳嗽 看来你他妈 真是老糊涂了 笑咳嗽 笑咳嗽 脚怎么会讲话 你用脚讲一个 笑咳嗽 是啊 脚怎么讲话 是的 脚可以讲话的 我和爷爷后来都亲眼见过 小瞎子用脚 在泥地上骂过人 他写下 我操你妈 不过现在还没到那一天 那一天是鼓励七月半 现在才六月底 还隔半个多月呢 现在七阿泰 用敲的那只脚的大指头 在他家泥地上 对老保长写字 写了一个大字 一边写 一边数落老保长 你一生事就是女人 就是酒醉糊涂 看见了没有 脚趾头照样可以讲话 老保长照旧笑着 一边照着七阿泰的话 顶他的嘴 你一生事就是敲脚 就是这盘小店 村子大门都没出过 天下事屁都不懂 你想太监是强奸犯 我信 想他是鸡奸犯 打死我也不信的 老保长和七阿泰 一个是祠堂常客 一个死守小店 都是传播小道消息的 一把好手 他们已互相配合居多 村里一点屁事 总被他们 你来我往 搅得熟烂 无人不晓 有时意见不统一 两个人互相拆台 打擂台 一般是老保长得胜 老保长有点赤脚老的意思 吃过酒 什么话都敢讲 谁家的门都敢进 不忌惮 不保守 敢冲敢拼 豁得出去 而七阿泰 敲个脚 行动不便 只能守猪带兔 加上辈分高 毕竟要端庄的 有些话得守着 不能信口胡揍 有失体面 所以 但凡老保长和七阿泰开仗 打嘴仗 一般总是老保长赢 怪的是 这一次 在上校是鸡肩犯的问题上 老保长一路失败 行事一边倒 都向着起阿泰 向大家串通好 向老保长真的 酒醉糊涂 犯了大错 试了民心 在我印象中 唯一公开坚定支持 老保长的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我爷爷 这也是怪的 一般爷爷 不大尊重老保长的 这一回 却尊重到底 情愿为他 做恶人当枪使 是两肋插刀的 仗义和英勇 豁出去的样子 结果 惹得小瞎子 发疯癫 咬人 咬爷爷 疯狗一样的 这是鼓励 七月半的事 爷爷和小瞎子 大闹了一场 七月半是节日 俗称鬼节 爷爷讲 七月半鬼一半 一半是活人的 一半是死人的 按习俗 这一天活人要祭祀死人 做好发糕和桂花饼 去祠堂的印堂 敬拜祖宗殷人 印堂是阴曹地府 和阳世人间 街头的站点 街口 通道 平时不大有人去的 甚人 但是这一天 你又是必须要去的 不去就是不敬祖宗 搞不好 要被恶鬼缠住 更甚人 一般人家都要派人去 去的多为老人 孩子和妇女 中午去的人最多 最热闹 樊落石 印堂里都是人 像筷筒里的筷子一样插满 挤挤一堂 嗡嗡盈盈的 就有一种危险似的 像祖宗马上要破壁而出 房子马上会塌掉 爷爷专挑中午去 带着我去凑热闹 祠堂门口人来人往 空气里全是桂花和米酒的香气 浓厚的醉人 日头正中 直射下来 收起阴影 阳光铺满空地 放出光芒 刺眼 痴痴的热 进门前 我看到小瞎子坐落在祠堂侧门口 面前放着一只布鸡 盛着十几块发膏和饼子 大大小小 形形色色 一看就是多家人送的 小瞎子以前是可恨 现在是可怜 废人一个 有爹没骂 爹又是瞎老 坐不来发膏和饼子 所以只有向人讨 靠有善心的人送他 小瞎子这世界去 也是需要这份善心的 形式造人 人造孽 现在小瞎子 就被造成一个 只要肚子 不要面子的人了 静晚祖宗出来 爷爷没有直接回去 而是走到小瞎子面前 从自己的布鸡里 取出了两块发膏和一个饼子 放入小瞎子的布鸡 随后问他 你讲上校是鸡肩犯 怎么晓得的 小瞎子屋里哗啦了一通 当然是听不懂 这样吧 我问你几个问题 很简单的 你只要点头或摇头就好了 小瞎子点了点头 你讲他是鸡肩犯 他是不是鸡肩你了 小瞎子摇头 那你有没有看见他鸡肩谁了 小瞎子又摇头 爷爷提高声音一通笑 吸引了更多人的 瞎目为官 等人围上之后 爷爷开始正经八百的对小瞎子宣讲 这就怪了骨了 鸡肩犯又不是瞎子 瘸子 驼子 驼子 瘫子 傻子 赖子 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大家晓得啊 鸡肩犯像笼子 婊子 怂蛋子 十女子 光看是看不出来的 他是一种暗变 看不见摸不着 嗅不到的怪毛病 他既没有鸡肩你 你也没有看见他鸡肩谁 那你凭什么讲他是鸡肩犯 小瞎子想站起来 手忙脚乱的 一边又是屋里哗啦一通 爷爷扶他坐下还劝他 你就好生坐着吧 别讲了 讲了也是白讲 无人听得懂的 你啊还是听我讲 村里人是不是一向叫他太监 你也时常叫的 是不是 是 你就点头 不是就摇头 小瞎子急得满脸通红 更是乌里哗啦一大痛 但他不点头也不摇头 好像知道这是个陷阱 他要避开 爷爷不给他避 直接了当 这你就不对了 为什么不点头 村里人谁不晓得他是太监 从小孩子到老头子都知晓 老包长那次 在批番会上也讲过 上上下下明理暗理 讲了几十年了都无人反对 他自己也拿不出证据反对 这是铁板钉钉的事 无人反对得了 现在你非要反对 为什么 凭什么呀 再讲我们都晓得 他当时关在柴屋里 是被五花大绑的 要是没人给他解开绳子 他就是孙悟空也伤不了你 那是谁给他解的绳子呢 他为什么要这样害你 搁你舌头又挑断你的手筋 为什么呀 爷爷问他 又不要他答 他也答不了 爷爷独自讲到底 我分析啊 只有一个原因 你是鸡肩犯 你为了鸡肩他 所以才给他解开绳子 因为你鸡肩了他 所以他才要这么整治你 搁你舌头 废你手 他这既是为自己报仇 也是为别人着想 不让你去害人 大家晓得啊 太监最爱帮助人了 他这么废你 就是要叫你勇士 不能再去捉见别人 幸亏他把你废 否则不知道以后 你还要去捉见谁 爷爷像打了鸡血 越讲越来劲 信所有人围上来听 小瞎子早受不了了 不断的乌里哗啦的叫着嚷着 爷爷却不管 只管自己讲 口若悬河 滔滔不绝 气得小瞎子垂胸顿足 团团转 哇哇叫 口沫横飞 鼻涕直流 最后 小瞎子冲出围观的人群 跳下台阶 挑到一片泥土 甩掉拖鞋 用脚趾头 在泥土 在泥土上写字 第二十二集 小瞎子挑到一片泥土 甩掉拖鞋 用脚趾头在泥土上写字 他太生气了 人在颤 脚在抖 横不平 竖不直 写出来的字不成形 爷爷还当好人 安慰他不要着急 慢慢写 小瞎子写了又写 脚趾头磨破了 流血了 终于写成了几个字 我操你妈 爷爷看了也不生气 反而笑 哈哈地笑 我妈早死了 早烂成一团泥了 你连烂泥都要操 看来啊 你真是鸡肩犯 气得小瞎子发疯 穷凶极恶 朝爷爷扑上来要打 可他是一双僵尸手 使不上劲 对不准方向 爷爷随便一躲 他就扑了一个空 扑倒在地上 一个狗啃泥 爷爷不管他 继续奚落他 你有没有良心 刚才我还送你发高饼子 然后我只是对你 和太监之间的冤仇 进行一个分析 你就要操我先人 还要出手打人 我都七老八十了 有你这样对待老人的吗 就算我分析的不对 讲错了 你也不能这样对待一个老人 既打又骂 有话好好讲嘛 凭什么耍流氓啊 谁不晓得 鸡肩犯就是流氓犯 凭你今天这个流氓相 我认定啊 你就是个鸡肩犯 我知道强奸犯 但不知道鸡肩犯 我曾问爷爷什么是鸡肩犯 爷爷弯了我一眼 责备我不该关心的 这可是个最下流的污脏东西 爷爷讲 别挂在嘴上丢人的 看样子 听口吻 比强奸犯更下流 比太监更丢人 就算很下流丢人吧 可爷爷为什么要在 上校是鸡肩犯的问题上 那么认真呢 我觉得奇怪 我觉得小瞎子讲上校什么 让他去讲好了 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呢 反正上校已经逃走 讲什么他也听不到 等于白讲 更让我不理解的是 爷爷口口声声讲 要我们以后不提上校 禁止题 可他自己 居然在大厅广众面前提 而且明显是在帮上校讲好话 这不是自相矛盾 自找麻烦吗 我对爷爷的做法 充满了疑问 事实上 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我都不大理解得了 事情变得越来越古怪 首先 从七月半那天起 爷爷时常去小店 祠堂 理发店 裁缝铺 这些人多的地方讲 四面八方讲 小瞎子是鸡尖犯 鸡尖了上校 从爷爷挑的时间 选的地点 讲的话等重方面看 他不是随便这么讲的 他是有计划 有预备的 有目标的 目标就是要给小瞎子 贴一个罪名 他是鸡尖犯 鸡尖了上校 爷爷一向口才好 脑筋也灵 一事一力 讲明道理 立下证据 比如那天晚上 小瞎子为什么要 支走其他的红卫兵 只留他独个人 审问上校呢 以前胡司令审人 不是这样的 平时公安审人也不这样 而小瞎子 为什么要这样呢 就是心里有鬼 想做见不得人的事 又比如 以前只听说男人 偷看女人上厕所 而小瞎子 却偷看上校解搜 这个挨交户和我都可以作证 我们在场 又比如 小瞎子为什么会得 喜欢男人这种怪病呢 这跟他倒霉的命运有关 他生来没有被女人疼过 爱过养过 一天都没有 所以他骨子里头恨女人 又比如 小瞎子从小吃羊奶长大 照吃什么补什么的道理 他补的是畜生那一头 血液里是畜生 不是人 讲完小瞎子 又讲上校 讲他年轻时 如何乱搞女人 如何把自己搞成太监等等 种种旧事沉渣泛起 爷爷讲的这个那个 总归是一个方向 一个效果 要帮上校洗清 鸡肩犯的恶名 把恶名带到小瞎子头上 代劳扣紧 在我看来 爷爷讲的那些十分有道理 像孙悟空头上带的紧箍 没讲一遍 紧箍就紧一轮 牢牢估在小瞎子头上 我后来完全相信小瞎子是鸡肩犯 虽然我对鸡肩犯的意思 照旧是不太理解 对爷爷的做法 也照旧是不太理解 并且越来越不理解 真的 每次听爷爷讲那些 我心里总冒出一个声音 爷爷 谁是鸡肩犯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犯得着你这么认真吗 费尽心机的你要干什么呢 其次 尽管爷爷为这事费尽心机 但效果总不见好 爷爷像是遇到了强大的敌人 但你又不知道敌人是谁 在哪里 敌人神出鬼没的 敢不尽杀不绝 敌人像风一样 在弄堂里穿来穿去 去了又来一波一波的 一阵一阵的 到了八月初 这股风突然变得强劲 台风一样 灾难一样 来势汹汹 连风带雨 连爷爷带老保长 都被交成了一只落汤鸡 扬向尽出 这一天 小瞎子演戏一样 领着他爹 瞎老和瞎老弟弟 带着道具 一起来到祠堂门口 扎出场面 瞎老是主持人的角色 上来就吆喝敲锣 吸引人来看 道具是一只圆扁 一袋细沙子 一根竹扁蛋 瞎老的弟弟先上场 把沙子倒在扁内 用扁蛋抹匀刮平 然后等着做记录 是配角 主角是小瞎子 有瞎老称着 赤一只脚 金桔独立的样子 专心用赤脚的大指头 在抹平的沙子上面写字 沙子松松的 在上面写字 比在泥地上容易得多 也好认得多 看样子 他们一定在家里练过 驾轻就熟的 小瞎子写一个 瞎老弟弟用毛笔抄一个 字写得难看死了 大小不云 歪歪斜斜 但总归是个字 认得出 瞎老使劲吆喝 加上事情有看到 很快吸引人 一波波围上来 中午的阳光烈 小瞎子写得满头大汗 大家看得兴致勃勃 真像看戏一样 眼看着 一个个歪七扭八的字 黑在一张扬白纸上 我看到是 已经贴在了 祠堂的墙上 每一个字我都认得 错别自己认得 是这样写的 我讲 太监是鸡肩犯 是因为 他小肚皮上 刺着一行字 这混蛋 是鸡肩犯 我亲眼看见 长颈鹿和肉钳子 可以作证 这其中有好几个字 是错别字 比如太监的剑 他写成了 盐巴的盐 亲眼看见的 眼字的木字旁 他写成了日字旁 长颈鹿的鹿 写成了快乐的乐 肉钳子的钳子 旁边的杆子 他少写了一横 这里所谓的长颈鹿 就是我的表哥 我好久没有见到表哥了 他参加工作了 平时不在家里 住镇上 因为参加革命积极 公社成立 隔委会后 胡司令推荐他 去我们公社 隔委会工作 我们公社小 排不出岗位 派他去公社中学 当门位 一个月工资十三块 一开始表哥不想去 不是嫌工资低 是嫌门位工作不气派 但最终还是去了 因为没有其他的工作 否则只有留在村里 当鸡干民兵 鸡干民兵 照样做农活拿工分 工资是一分也没有的 比一比还是当门位好 就去了 当天晚上 表哥被紧急叫回来 关在厢房里 接受爷爷和父亲的盘问 没有人规定我不准听 我就在门外专心地听 没有漏掉一句 爷爷开头就对表哥兄 发警告 要求他必须有什么讲什么 不能瞒一个字 表哥感到事态严重 肯配合 虽然不那么爽快 有些吞吞吐吐 但总归是一五一十地 讲出了那天晚上的经历 据表哥讲 那天晚上 他和肉钳子野鹿子三个人 一开始都在食堂厨房 弄夜宵 小瞎子独个人 在胡司令办公室审问商校 审问情况他们一无所知 这我可以作证的 夜宵弄好之后 他去叫小瞎子 并和他一起把上校押回来 因为同意上校换衣服 他们没有绑他 准备等他回到柴屋 换好衣服之后再绑 进柴屋之前 上校提出来说身上很脏 他一身都是 玫瑰和猫爪子 要求去食堂洗个澡 一开始小瞎子根本不同意 骂他想的美 把他推进了屋子 命令他马上换衣服 小瞎子手上还拿着绳子 准备把他绑好 然后安心去吃宵夜 但是不一会儿 小瞎子又同意了 当时我觉得奇怪 干嘛要对他这么好 后来我才明白 也是他小瞎子亲口讲的 这样我们可以偷看他洗澡 看看他下面的地方 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本来想反对的 但又想这是不可能的 天那么黑 他不可能开灯洗澡 我们要看也看不到什么 所以就没有反对 我觉得表哥说的后半句是假话 他不可能反对 他一定也是想看 谁不想呢 我也想 他要真不想 后来完全可以不参与 做野路子的角色 野路子没参与 也不是他不想 而是受小瞎子的奚落轮不上 总而言之 对上校裤裆里的好奇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 谁都不可能反对 问题是天那么黑 不开灯 你怎么能看到呢 小瞎子就是鬼主意多 他知道上校会防范他们偷看 所以事先做好了几个布置 一是把厨房的水缸移到一边 这样上校洗澡 必定是在窗洞的视线内 二是把厨房电灯的开关线接长 拉到窗洞外 上校进去后保准会关门 但绝对不会开灯 所以一定发现不了 再一个是上校进去洗澡时 他们故意装给他看 四个人一起在隔壁饭堂里喝大酒 估计上校已经脱光衣服 开始洗澡时才溜出来 躲在窗外偷看 野路子的角色是负责掩护 当受气包 一个人发神经似的 在饭堂不停地嚷嚷 喝 快喝 我已经喝完了 干嘛呢 你别耍花招啊 喝掉 喝完 伴着拉凳子摔缸子的声音 感觉几个人仍然在那吃大酒 窗洞是没窗帘的 随便看 但不开灯什么都看不到 那天天很黑 厨房前又有一棵造家树 更黑 上校看屋子里黑得死沉 即使有人偷看也不怕 加上隔壁还在嚷嚷 所以没有防备 拖了一个金光 呼啦呼啦洗一个痛快 当小瞎子突然拉亮电灯时 上校被吓坏了 第二十三集 兴许是吓坏的缘故 上校没有做出明智的选择 蹲下身 而是下意识地往门前冲 想去关灯 这等于是朝他们迎面冲来 面对面的他们三个人 我的表哥 小瞎子和肉钳子 因此都看了一个清楚 一是他那个地方并不短缺 那个东西活脱脱地挂在那 二是小肚皮上确实写着字 并画着一个醒目的红色箭头 字上向下指着 字在箭头上面和两边 字有不少个 横的竖的都有 大的有螃蟹那么大 小的也想不了多少 几乎盘满整个小肚皮 但时间太短 我们都没认出那是什么字 只是看到有字 到底是几个字都没看清楚 小瞎子讲 这是什么字应该是后来看到的 当时绝对没有看到 因为后来上校穿好衣裳出来 他还当面质问它是什么字 看到就不会问了 小瞎子那么问他 上校便知道他们没看清楚字 于是开心的哈哈笑 还逗小瞎子 你们不是在吃酒吗 你给我一碗酒吃 我就告诉你 小瞎子上当了 带他去了饭堂 请他坐下 还倒了一碗酒给他 上校吃酒又吃肉 完了告诉小瞎子 那几个字是 你妈是个大婊子 气得小瞎子要打他 是我把他拦住的 因为我知道我们打不过他 当时上校其实可以逃走 他要逃谁都追不上的 但是他不要逃 因为两只猫已经得救 他自己早也洗了 衣服也换了 酒也吃了 又有烟抽 他不怕被关押 毕竟逃是犯法的 他不想犯法 主动去到柴屋 也同意他们绑他 绑好之后 他们回去继续吃夜宵 一边议论上校 以前讲上校没那个东西 现在看肯定不对 那东西明明在那儿 六只眼同时看到的 样子也不像是假的 按规定 前半夜 有表哥和肉钳子负责看守 后半夜轮到小瞎子和野鹿子 但是野鹿子起先独自一个人吃 可能吃撑了 回家就肚皮痛 一夜都没有去接岗 所以后半夜只有小瞎子独个人看守上校 那期间发生了什么事 没人知道 只有上校和小瞎子知道 如果小瞎子写的那些话是真的 一定是他在后半夜看到的 放屁 怎么可能真的 全是瞎话 那你知不知道真的是什么 爷爷问父亲 听口吻父亲好像知道一些 我怎么知道 我也不知道 他叫爷爷少管这些屁事 一边气愤地开门出来 一边臭骂表哥 当初就叫你别跟这畜生往来 你就是不听 非要当他跟屁虫 整天跟他混 闹出一堆屁事 你看着好了 哪天我非把他的嘴撕烂不客 这里指的当然是小瞎子了 父亲骂骂咧咧地闯出大门 好像真的要去撕小瞎子的嘴 我想撕他嘴是没必要的 他已经是断舌哑巴 除非堕掉他的脚 才能让他彻底闭嘴 但总体上讲 我仍然是搞不大懂 他们为什么 要在这件事情上 不停地揪来缠去 搞得人心慌乱地难过死 说到底 我当时仍然是 不知道什么是鸡肩犯 因此对这件事情 我一直找不到判断力 也失去想象力和分析力 我在黑暗中觉得孤独无助 举目无亲的感觉 像孤儿一样 表哥平时住学校 四人一间的集体宿舍 只有周末才回家 现在是夏天 学校放暑假 他回家待几日 老师被我的姑父 他的父亲 派去做农活 他讨厌 不喜欢 又回学校去住 这是同寝室的 另外三张床 都是空着的 他一个人住很惬意 就更不想回家 有一天 我去学校看他 晚上就睡在他的寝室里 反正有三张空窗 就是这天晚上 我才真正明白 鸡尖犯的意思 是表哥告诉我的 表哥是在 吸灯后跟我讲的 也许他觉得 这东西太脏 不适宜 开着灯讲 屋里一团黑 窗外更加黑 黑的发亮 有冲击力的洪水一样 排山倒海 朝我扑来 把我吞没 又抛起 抛起又摔下 摔下又拖住 拖住又跌落 吞没 什么叫 骇人听闻呢 我那一天 就骇人听闻了 我一边听表哥讲着 一边浑身不断的 起鸡皮疙瘩 发冷 恶心 想吐 想拉肚子 想捂住耳朵 想逃走 好像看见了世界上 最最下流肮脏的东西 比流氓下流 比强奸犯无耻 比太监流氓强奸犯 都肮脏 丑恶 脏得恶心 丑得可怕 恶得猙獰 把我吓坏了 不知怎么的 我已经拉亮了电灯 表哥坐起身看着我 干嘛开灯啊 我怕 我说完 手上仍然拽着 开关拉线 表哥直愣愣地看着我 看了很久 终于问道 你是不是已经听到了 听到什么 我松掉开关线 看表哥看我 你爹 我爹 我爹怎么了 我纳闷 这跟我父亲 有什么关系 你没听到 算了 我也不想讲 丢死人了 话讲到这个份上 哪有不讲的道理 我非要让他讲 求他讲 求一次不行 求两次 一而再 再而三 最后 我去到他身边坐下 拉着他的手 强迫他讲 不讲我不睡 赖在他床上 表哥这才开口骂我 你怎么这么笨啊 基监犯是两个人 两个男人 上校只是一个人 必须还有一个人 都说是舅舅 怎么可能 他舅舅就是我父亲 怎么可能 不可能啊 村里人都在讲 但你不能回家讲 表哥平时不住在村子里 风声已经刮到他耳朵里 指明确实有很多人在讲 风声已经很大 但我确实没听到过 包括我家其他人 包括以后 我们都没有再听到过 仅此一回 后来我明白 像这种事 我家里人是听不到的 人家都躲着我们讲的 谁要敢当我们面讲 那就死定了 爷爷后来就是这么教育我 谁讲打 谁往私里打 不用怕 打死人 他去坐牢 因为坐牢 也要比被人家讲这个好 这个晚上 表哥把我彻底害苦了 尽管我可以找出一堆证据 反对表哥 但表哥的话 总像是一条阴险的毒蛇 盘在我的心头 时不时窜出来 咬我 吓我 恶心我 叫我做噩梦 我经常在梦里骂人 打架 哭叫 逃跑 一天晚上 我哭出声 惊叫 讲胡话 把爷爷吵醒 爷爷看我那么伤心 浑身抖 全成一团 像发扬巅峰 爷爷心疼我 叫醒我 问我梦见了什么 我要知道 我已不在梦中 什么都不会讲的 打死我也不讲 我已经十五岁 快上初三了 虽然孤独无助 虽然青涩苦闷 但已知羞耻 识好歹 也有一定的承受力 和体谅心 我要一个人 替全家人吃苦受难 受不了也要受 宁可死也要受 但当时我以为 自己是在梦里 我跟爷爷讲了实话 我印象很深 爷爷当时反应很强烈 脸上骤然云遮雾绕的 有震惊 有慌张 有恼怒 有羞难 总之很复杂 事情实在是太脏 态度太丢人了 他都不好意思听了 同时又好像不满足 只听到一些 想进一步探听更多情况 追问是谁在讲 我不讲他逼我讲 几番回合下来 我退路断掉 只好如实交代 把表哥出卖了 眼看着爷爷昏花的老眼 蹦出了火星子 拳头捏得铁紧 我体会到爷爷 心如刀脚的痛 感到无比内疚和懊悔 恨自己没有守住秘密 恨不得一头钻紧爷爷的胸膛 替他刀脚 但爷爷是坚强的 无私的 他宁愿自己痛 也不要我痛 他迅速调整好心情 忍住痛 站出笑 安慰我 给我力量 虽然都是骗人的东西 上校怎么可能是基奸犯 他年轻时睡过的女人 要用汽车桩 小瞎子那么讲 指明他是疯掉了 只有疯子才会讲这种鬼话 鬼都不信的鬼话 手筋是连着脑筋的 小瞎子手筋断了 会影响他的脑筋 我看 他脑筋也断了 现在 他就是个神经病 你爹做人太凶 得罪的人太多了 所以啊 容易遭人诬陷 不管我懂不懂 信不信 爷爷挖空心思 想着讲着 往我心里关 天兮兮丽丽丽 下落小雨 屋檐水滴答滴答滴着 黑暗中 我觉得那是爷爷心头低的血 因为他捏紧的拳头 不是嘎嘎响着 是骨头碎裂的声音 这注定是一个不堪的夜晚 一个力败气衰的老头 一个世事不安的少年 承受着世间最羞的乳 最沉的重 以后接连几天 爷爷都跟踪我 有时秘密 有时公开 他怕我被人用鸡尖犯 制定污名奚落 我大姐已经出家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管不着了 大哥二哥也不要管 他们已经长成人 要力气有力气 要脾气有脾气 吵架打架 不要人帮忙 只有我 阴清而色 稚气未尽 遇到恶人恶语 保不定会忍气吞声 爷爷跟着我 既是侦察敌情 也是准备为我助战交战 甚至他特意给我搞来 一把白亮的三角错刀 配齐了套子 让我随身带着 还交代我 谁要敢跟我提起 那个词就捅他 捅死人不要紧 准许天塌下来 也不许几间犯这污名 进我家 那段时间 爷爷有一种 兵临城下的紧急和谨慎 像是一个新兵 眼睛里塞满放大的敌情 心里盛满誓死的斗志 随时准备与敌人决一死战 绝不容许 鸡肩犯这种脏东西 入侵我家 我知道 爷爷已经做得尽善尽美 该讲的都讲了 该做的都做了 言传身教 不遗余力 从心子里抚慰我 把我的羞耻心 极大的压下去 但不是百分之百的 似乎仍有黑洞 有死角 有深渊 有什么威胁着我 开学那天 我色缩着 拖沓着 几次拿起书包又放下 迈不开脚步 我怕同学瞎说八道 同学是最爱瞎说八道的 无风三尺浪 见风就是雨 口无遮拦 舌头尖 而且专挑你的痛处筒 抓你小辫子 揪你的烂尾巴 你哪里痛 他们往哪里捅 朝你伤口上撒盐 我的心病也是爷爷的 他虽然安抚我去上了学 却安抚不了自己心底的苦痛 痛苦伤了他的身子 他病倒了 一病不起 吃了三味郎中的草药 也下不了床 整个人像软壳蛋一样 一日比一日长 一夜比一夜黑 看样子 是要死在床上了 第二十四集 这一天 母亲又出门去寻郎中 父亲和大哥照例在出宫 家里只有我和爷爷 午后 天滴滴答答的下起雨来 我在到屋里替爷爷熬药 屋子里弥漫着 屈不散的甘草味 苦涩的滋味 香我苦闷的心情 我不希望爷爷死 我守着药罐子 希望把我的祈求 一起熬进药里 让爷爷走出死路 我的祈求得到了眷顾 有人来救爷爷了 不是母亲寻来的郎中 而是自己上门的老保长 老保长吃足了酒 走路打偏鞋 跌跌撞撞闯进我家大门 往退堂钻 找水喝 差点撞上 正好从造屋里出来的我 我手上端着刚煎好的药 他嘴里喷着一股酒气 酒气掺在药气里 那气味怪得恶心人 熏得我几乎要吐 吃饱酒的老保长 是一个混蛋 他看我手上端得明知是药水 却把他倒掉 让我去给他倒碗水 气得我要哭 眼泪涨在眼眶里 他也不管我气不气 竟直回头闯进厢房 对爷爷大声嚷嚷 老乌头 听说你要死了 我来看看你 然后他走到床前 看爷爷像一只病猫一样 全在毯子里 人瘦得不成样子 他开心得不得了 我的天哪 怎么十来天不见 瘦得跟只糖了似的 这么大热天还开被子 看样子真要死了 爷爷努力从床上坐起来 坐好 有气无力地讲 真要死了就好了 我现在是被阎罗王点了名 正要去践他的路途上 要死不活 是最难过的 那你到底是想死还是活 死 别死了 下床 来陪我抽根烟 怎么样 爷爷居然哭了起来 下不了了 只要死 才能叫我下床了 可我不同意你死 我们做了一世冤家 你死了 叫我一个人活着 想吵架都找不到人 还有什么活的 我告诉你 你不能死 也死不了 我是来救你的 当然也是救我自己 你从前不是经常骂我作孽太多 一定比你早死 你死了我哪有机会活 所以我一定要救你的 爷爷对他翻了一个白眼 看上去更像是死人 你是来看我死的 你这话伤我心的老乌头 我今天是来救你的 老保长口渴的不行 见我端来水 一口吞光 然后坐在凳子上喘着气 好像真是伤到心 晃着脑袋讲 老乌头 我今天是真心来救你的 我们吵了一声事 也好了一声事 我们是一对冤家 也是一对鞋子 左右对上的 你要死 我还真舍不得呢 刚才我听到的 你把我药水都倒掉了 老保长黑黑地笑着 一边点忘烟抽着 一边讲 你得的是心病 这药水救不了你 只有我能救你 你也不是被阎王爷点了名 而是被小瞎子点了名 他一张大字报 贴得你不得安生失望 这畜生贼心的 知道怎么害你 知道这样就能害你 为什么 因为他戳到你的痛处了 是吧 你心里本来就有个鬼 疑心太监跟你儿子 在搞几千犯 爷爷用脚跟猛敲床板骂他 闭嘴 你闭嘴 但听上去不像是骂 更像是在讨饶 老保长嘴巴张得更大 是一不做二不休的意思 把什么都抖出来 难道不是吗 他朝爷爷吐了一口烟 甩出了一串连珠泡 你自个心里头有数 你在想什么 你就怀疑太监在外头 染上怪病 是个几千犯 为了把病染给你儿子 你整天四方传播 太监把我拼头日了 太监裤裆里空了 他年轻时日过的女人 要用汽车装 常年跟人叨叨这些个 就是不想叫人 把他往鸡尖犯方向想 你为什么怕人往这方向想 因为你他妈的就在这样想 你比任何人都知晓 他跟你儿子关系好的 像他们一对鸳鸯 所以你他妈的 比任何人都怀疑 他们才搞鬼名的 你一心想拆散他们 但打骂闹都没屁用场 天打不散地拆不开 所以你更加怀疑 你怀疑人家也在怀疑 所以大家给他取了个 雌老虎的绰号 他妈的小瞎子这畜生 就是顺着你们这个怀疑 贴出这张大字报 把你们的怀疑落实下来 害你一家 爷爷一直不想听着 这时才发问 他为什么要害我们家 先去问你儿子 再问你自己 你们都对他做了些什么 你在祠堂门口 当着全村人辱墨的 逼他写出大字报 你是自己害自己呢 我是驳斥他 之前他已经在村里 四方乱讲 所以我要你先去问你儿子 他做什么孽了 他叫我再去加水 回头对爷爷讲 声音嘶哑 调门确高 我在退堂照样听得见 我虽没看见也没听见 但可以预见 凭你儿子四老虎的德行 他一定被小瞎子下过手 他妈的 自己好地形 被他害得当罪犯 有家不能回 他会饶过他 一定要报复他 怎么报复我不知晓 但他妈的笃定 是下了重手的 叫小瞎子恨死他 几足报复心 可他现在这怂样子 打还不了手 骂还不了嘴 怎么报复 就想出这计谋 顺着你们的怀疑心 把太监造成鸡尖犯 太监是鸡尖犯 另一个人是谁 当然是你儿子 这道理小孩子都会算 村里寻个人跟太监配对 排到你儿子排不出第二人 然后你又去击他 逼得他进一步造谣 把谣造得越大 就是现在这样的 彻底公开 讲得有名有实 叫大家都相信 叫你羞死 我敢讲 我今天不来 你必定死 因为你心里就有那个鬼 现在这个鬼比任何时光都活掉 正一口口在活活吃你 是不是 可你上当了 老乌头 你呀是聪明一时 糊涂一世啊 至少在这件事上 你一向被鬼附着害着 我今天 就是来给你驱鬼的 老保长想抽烟 拿出烟又放回口袋 板着脸对爷爷说 我给你驱鬼 凭什么抽我自己的烟 先拿包烟来 我知道烟在哪里 在床头柜里 看爷爷的脸色是同意的 便拿出一包给他 趁老保长拆烟 叼烟点烟之际 爷爷悠悠地 又犹豫地问道 你的意思 小瞎子在造谣 老保长吐出了一口烟 堵定 爷爷受他堵定的口气的鼓励 稍微坐正身子 眼巴巴地望着老保长 畏缩缩地告诉他 可他身上真有字 肚皮上 别讲肚皮上 你就是把字刻在他额头上 我也不相信 有字我相信 但必定不是那个字 你讲谁死了 从棺材里爬出来 我相信 你讲我死了 要去阴操地府 被他们一群女鬼 生吞活泼 我相信 总之你造其他谣 我都可以相信 但你讲太监是鸡尖犯 我就是不相信 天真地真 都没有自己的经历真 今天 我就来同你想想 我亲身经历的 太监的故事 要不是看你要死 我是坚决不会讲的 太监要知道 我同你讲这些 非他妈把我剁成肉酱不可 这么秘密的事 我当然不能听 老保长把我赶出来 但天再下雨 总没必要出门吧 我上楼去好了 爷爷叫我去退堂楼上 去那里 隔着远 他们在这里吵架 我也听不到 我想声上楼 想声去到退堂楼上 然后脱掉鞋子 像一只猫一样 脸声收气 轻手轻脚 又潜到厢房楼上 楼板是百年前的老木板 像老太婆的脸孔 扁的地方扁 折的地方折 我站着 可以听到老保长放屁 趴着可以听到爷爷叹气 总之什么声音 我都可以听得一清二楚 你知道我最爱听上校的故事 现在有他一个故事 传了要剁人肉酱的多诱人 我当然要偷听了 我索性睡在楼板上听 雨水已经汇聚成流 流入街在屋檐下的竹槽 摔在天井里 琵琶响响 我即使翻个身也是有掩护的 只要不打喷嚏 我相信 我比鬼还要隐身 老保长讲故事的样式 跟爷爷比 有两多亿少 多的是废话和脏话 少的是具体年份 他讲年份 不讲民国哪一年 也不讲公历多少年 通称那一年 糊里糊涂的 像他人一样 好在我已经听够上校的故事 他糊涂我不糊涂 我马上听出 故事起头的年份 是上校拎着一箱子金银财宝 回来又拎走的那一年 当时老保长腰杆子刚硬着 住的是大台门屋 门口有两只石狮子 一只拴铁链条的大黄狗 黄狗见了熟人摇尾巴 见了声人汪汪叫 门铃一样的 家丁就被唤出来 家丁也是本村的 认得上校 攀谈起来 终究是一个意思 老保长恨你一个洞 劝上校回头 不要自讨苦吃 上校不听劝 闯了进去 果然遭到了 老保长的一顿奚落 你来做什么 训女人啊 老保长阴阳怪气地 讥笑他 女人是有的 就怕你没求用 我听说你被淹了 我看看 我看看 你不要侮辱人 我是好心来跟你了账的 当初我是匆忙走 没机会跟你了清账 今天啊 是专门来还旧债的 还债 你还得起吗 你欠我一条命 我不欠你人命 只欠你一个女人 你不要忘了 现如今是谁的天下 我当的是谁的保长 我把你押去县里 你就是死罪 当时我们现是鬼子的地盘 老保长当的是伪保长 有义务把上校押去 给鬼子或伪政府 如果你是这号人 欠命的是你 我该把你除掉 当时上校正在上海 跟那个女特工 做特务工作 除鬼杀奸 是国家派他的使命 我正念你没当走狗 才登门来谢罪 上校一边说着 从口袋里摸出了 一只金元宝 啪的一声堕在桌上 对老保长讲 这不是包金 是十斤 可以陪你一船的女人 这玩意儿足足三寸长 两寸高 鸣船一样的搁在桌子上 火团一样的望 把暗沉的桌面 映出了一层油光 老保长看着 口水像泉水一样往上涌 要流出来 但那个时光的老保长 面子要紧 面子比金子贵 他左看右看 手痒心痒 等着上校好言相劝 只要上校劝慰一句 他是准备 搁下面子收起金子的 可上校不解他的心思 一言不发 掉头走了 上校的本意 是要给他留面子 免得看到他受宠若惊的样子 老保长却误会 以为上校是冲他摆阔气 耍牛气 一下叫他把面子崩起来 抓起金元宝 朝仇人后背置去 一串恶语 像机关枪一样扫了起来 金元宝从上校肩背上弹出去 在地上打滚 上校忍着疼 拾起金元宝 放回口袋 掏出来的 却是一把 黑亮的小手枪 第二十五集 上校掏出一把 黑亮的小手枪 把老保长逼到了墙角 你这是要作死 别叫我提了 你的脑袋回去领功 老子现在是代将军的人 专门负责除奸杀柜 老保长听到了 枪的保险头 被咔嚓一声按下 腿脚免不住发软 他心想 受过大辱的人 必定是大饿的 这家伙现在是一条 断尾狗 枯当里空了 心底断然是越发黑恶 惹不得的 他心里发出 嘴上便是硬中带软 你欠我的是女人 你给我这东西做啥 这东西误会我呢 有本事还我和女人 这是且战且退的意思 生死面前 面子是不值钱的 想要女人 就跟我走 上校收起枪 又掏出了金元宝 在他眼前一晃 这东西 保准你能睡上一船的女人 个个都比你小店里的女人 年轻漂亮 去哪里 大上海 好像是讲着玩的 但是话感话一句比一句真实 一出比一出戏文 老保长向一下子返回童年 七八岁听故事兢兢怪怪 眼前不时浮出一个电车叮当作响 阳楼高过天 彩灯刺瞎眼 人比蚂蚁多 钱比石子多 公园比田范大 女人一个比一个水灵妖怪的花花世界 这世界像纸上画的 假的 白日可以去看电影 逛公园 凳子椅子随便坐 夜里可以去跳舞 太育 有人替你搓背修脚 天热有电风扇 天冷有电暖炉 总而言之 只要有钱有势 有墙有勇 人人可以活得有天有地 有滋有味 雨越下越大 老保长啊啊的对爷爷感叹 哎呀 我真他妈的鬼迷心跳 居然真的跟他走了 第三天 半夜三更 月黑风高 我们在阳桥头会合 然后他在前 我在后 我像他影子一样跟着 过桥上路 天不知地不小 兴许啊 只有我家的大黄狗 猜到我要去远方 看我过了桥 他在桥另一头 呜呜的长嚎 分明是叫我回头 我算过 那一年是民国三十年 也就是一九四一年 时值秋天 到了冬天 太平洋战争爆发 大上海全是小鬼子的 当时还是全世界的 各种租界犬牙交错 各色人种混居 各方势力彻肘 三叫九流 南道女唱 兵匪流寇 黑道青帮 日伪政权 地下组织 鱼龙混杂 打打杀杀 吃喝嫖赌 闹热热香喷喷 乱喷喷臭熏熏 尤其是鱼园路一带 三不管 四不辖 灯红酒绿 满大街 茶四酒楼 却是野地一样 英雄好汉 乌龟王八 妖魔鬼怪 泛夫走足 操操杂杂 满死满活的 慢生慢长的 赶不进 杀不绝 不老的老保长 由年轻的上校领着 走路 翻山 越岭 搭船 乘车 坐火车 两天两夜 第三天凌晨 由一辆黄包车拉着 在黎明的天光中 在稀稀利利的雨丝里 拖拖踏踏踏地 出现在冷漠寂静的 渔原路上 然后消失在一个巷口 像是被那口子 一口吞掉 老保长出来乍到 看新鲜 发现巷子套弄堂 外弄套里弄 暗道一样 曲里拐弯 断头又接头 巷弄两边 有门有窗 却无阴无影 死无一样 天光本来就弱 被左遮右臂 挤在瑕促里 不胜几次 李龙尽头 大墙里伸出 半棵黄山蓝树 正是花开的季节 在一夜雨线抽打下 落满一地花蕊子 粘鞋子 黄包车停在树底下 老保长从车上下来 看到一边屋门前挂着一块木盘 上头是一个红石子 下面是四个黑字 私人诊所 老保长认得自 知道这是看毛病的地方 我要看女人 不要看毛病 先休息 女人晚上带你去看 上校留下了一把零钱 告诉他哪里有石铺 哪里上厕所 什么时光来接他去看女人 一番交代 又上黄包车 一眨眼不见了 只见一通空空的黑洞 像见不到底的黑洞 诊所里有一张高脚病床 老保长吃了睡 睡了吃 几次做梦 上校来接他 但是过了约定的终点 上校迟迟不来 把他焦急地做噩梦 噩梦醒来 看见上校 从头到脚换了一个响 头顶肉色毡帽 脚灯黑色皮鞋 一身白西服 一只手 指头夹着一根粗壮的汗烟 其实是雪茄 另一只手拎着一只七藤香 打开香盖 是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的两套行头 换上行头 老保长也换了一个人 向上校 也是西装革履 戴帽纪领 老保长看着脱下的衣裳 魂不守舍的样子 迈不动脚步 像灵魂藏在旧衣裳里 没附体 上校教着他走 走给他看 抬头挺胸 提腹 收屁股 伸直腿 脚跟先着地 目光朝天看 怎么学 老保长都不得要领 不是丢三就是落四 看得上校又气又笑 最后 逼得上校 用土话连叫了他两声保长 点拨他 你就牢记自己是保长 这个地方就是你的村子 你要去见的女人 就是你的拼头 你说一 他不敢二的 这样总算是得到了一些体会 老保长的身子挺了起来 步子拾了起来 目光也弹出来了 上校看有些样子 便拉着他走 门口黄包车一直等着 天晴了 朗朗的月光 照出黄山栏树 一大片黑影子 像一滩水 黄包车走原路 却不再是原样 前一次死屋一样的门口窗里 亮灯点火 有人在门口生着炉子炒菜 有人在窗洞里嚷嚷骂娘 人影人声交织杂乱 烟火味十足 越是往外头走 灯火越是旺 开店设铺 人来车往 当然主要是黄包车 人影绰绰 烟火味越是足 穿出巷口 一路的霓虹彩灯喷波出来 光光闪闪的 硕得人头晕也兴奋 大街上人多车几 铺一层潮汐一样的士声 稀里哗啦的穿来缩去 是乱的又是不乱的 两边橱窗一律亮堂 从吃喝到穿戴到日用 一应俱全 招摇的搔手弄滋的 像是等你去哪儿 又是碰不着的 因为有玻璃隔着 玻璃 这么多的玻璃 灯光这么多的灯光 像是全世界的玻璃和灯光 都被集合到了这儿 老包长来不及看 眼前和心里是一团乱 是碎掉的感觉 黄包车一往直前 碎掉的感觉 也是一路跟着 一开始 老包长是新奇的 兴奋的 后来无端的悲凉起来 是孤单的感觉 被抛弃的感觉 好像要被拉去枪毙 是束手待毙的悲凉 车夫恰似体会到他的心思 将车子一个卖下来 然后一个转向 弯进了巷子里 那些灯火和穿心的乱 便疏得消失了 巷子是新式的 样像比刚才出来的巷子 要宽大些 也阔绰些 两边多的是高尾墙 有的爬满密麻麻的爬枪虎 有的探出一棚黑森森的夹猪桃 有的甚至架着刺啦啦的铁丝网 总之一个字 静 开在墙上的院门 多的是大铁门 官死必紧必胜 有的是待岗立哨 等于是更加关键 得用枪才能打开 也就是说 墙和门是勾结的 加在一起 便是静到了心子里 有一种肃穆的感觉 路上行人稀少 黄包车又天上速度 老保长听到速度的声音 呼呼的 呱呱的 呼呼的是风声 呱呱的是车棚迎风飘的声音 同时老保长的心头 冒出了一串嘀咕声 这是看女人的地方吗 这是关禁闭的地方还差不多 里头的人被钱财和权势关着 守着罩着喝着 宠物一样的 好在两天来 一路上 他同上校已经达成谅解 两个人交了心 结了萌 上校给了他分量足足的信任和福气 否则他真想回头 巷子这么深 这么阔气 这么森严 他总之是觉得古怪 吊诡 鬼知道前面是什么 反正去看女人的样相 是越来越不像 倒像去看女鬼 心血鬼 对着你的脖子咬一口 血淋淋的 被一根温软的舌头 损出天光 据说这是很痛快的 老保长以前听人讲过 你是知道的 我那时当着尾包长 虽不直接同鬼子打交道 但鬼子的事总归比你们听得多 据说鬼子有些女老是专门干着烂事的 男人死在战场上 给他们留下一大堆钱财和地位 他们整天吃香喝辣 吃喝玩乐 最想玩的 当然是男人 好吃不如茶泡拌 好玩不如人玩人 老虎头 这个你是没体验的 我有 我闯去上海 就是奔着这个去的 最后也是体验足的 但那种玩法 咬脖子吸血 这个从没玩过 不敢 谁敢 只有鬼子 为什么叫他们鬼子 因为不是人 是鬼嘛 自我以来 你一听见过有像鬼子那么糟蹋女人的 从六七岁的小女孩 一直糟蹋到六七十岁的老太婆 大白天 大街上 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 什么人都糟蹋 畜生都不如 我在现场亲眼见过 真是他们不要脸的 也是没有脸的 鬼就是没有脸的嘛 那么女鬼呢 更可怕 我刚才想过 有的女鬼子 就专干那事 咬脖子吸血吃 那天咽了 就把你血吸光为止 真正可怕呀 老宝掌这么想着 痴妹王俩都追着黄包车来 车子跑得快 他们追得快 比黑风快 巷子钻得深 他们钳得深 比鹰沟深 甚至遍地都是 墙头 屋角 树枝间花丛里 鹰沟里 随处都伸着一根新红的舌头 随时都可能从背后扑上来 恶狼一样的 对准你的脖颈 咬一口 这么想着 老包长也开始不大信任上校了 甚至想到 他裤裆里空了 所以只能让女鬼咬脖子 这么想着 老包长越发不信任上校 也是越发地怕了 你知道我怕到什么地步了吗 当车子停在一个院门前 下车时我发现 双腿是服软的 踩在地上 像踩在棉花上 更吓人的是 我发现 我自己裤裆里也空了 两个卵蛋不见了 那玩意儿像乌龟头一样缩进去 只有半个拇指大 隔着裤子几乎摸不着 你应该知道 那玩意儿是最胆小的 受到惊吓时 他总是首先被吓到的 围墙和周边几乎是同样高的 院门大小也差不多 是双开门又高壮又宽大 虽不是铁门是木门 但是很厚实 漆成大红色 门禁牵着两盘黑色狮子头门环 向煞两只洞悉人似的大黑乌珠 月色毕竟是月色 上校并不觉察到老宝掌慌张的神色 他赴掉车前 就掉头去敲门 用闲环敲狮子头 咔咔两下 停一停 又一下 像暗号一样的 门从里面轻轻地打开 探出一个光头 第二十六集 门从里面轻轻地打开 探出了一个光头 这个人一看见是上校 门立刻大开 放两个人进去 光头对上校点头哈腰 就像老宝掌在县城里 见到日本鬼子 院子不大 当中开路 铺的是青石 两边是修剪整齐的东青 路尽头是一个花坛 花坛后边是一棵阔叶广玉兰树 树的两侧 是各一栋西式洋楼 一大一小 大的三层 小的两层 树高过三层楼 枝繁叶茂挤满天空 也被月光铺满院子 院子因此鲜小 满附和的 两栋楼都亮着灯 大的窗多 显得更亮 上校领着老宝掌 熟门熟路地 绕过花坛 静止往大的三层楼走去 就好像得到了通报 两个人走到楼前 刚准备上台阶 一门灯光水一样 铺出来铺满台阶 同时传出一个银亮的声音 哎哟哟 你去哪儿了 这十几天都以为你跳黄埔江了呢 这个声音比朗的月光还亮 她是这儿的主人家 一屋子烟花柳女的总管 俗称老宝 这里人都叫她小妈 涂一脸桃红和白粉 年纪是看不出的 皮肉却随便看 穿的衣裳那个少 衣裳料子那个薄啊 灯光都照进去 透亮的 透出一身白肉和曲线 也是一身胆量和欲望 走进门 课堂里 沙发上 楼梯上 茶桌前 有站 有坐 有躺 有醋的 散着八九十来个女子 个个是小妈的翻版 穿的少 涂的浓 腰的艳 见了上校 叫的响 就像见了亲爹 他们确实也叫她爹 叫她小爹 跟小妈还挺配合 小爹也是像族爹 一进门 手上已经捏着一打钞票 啪啪地拍在另一只手掌里 最后拍在茶桌上 转着头 冲四周的人喊 人手一份 不多不少 这句话 惹得八九十来个女子 一起尖叫着又叫又嚷 嘻嘻哈哈 屋子像被点着了似的 那个拍头啊 哎 那个威风啊 你想不到的 也想不通的 这哪是你我认的那个小木匠 这也不是营长团长的阵势 营长团长 只配给她当起务兵 哎呀 那个夜里啊 我经历了一生史 没见过的钱 没见过的女人 没见过的生死 都活脱脱经历了 一切都像在梦里的梦里 上校拍了钱 静止把小妈和老保长 领进隔壁一间小屋里 小屋是老妈的私人待客室 弥漫着酒气 香气 腌脂粉 腌味 药水味 混乱的乌烟瘴气 梳妆台上的镜子 闪烁出妖气的反光 上校在沙发上坐下 一把把小妈拉在怀里 又一把将那只 被老保长置气的金元宝 嵌入小妈肥厚的胸钩里 小妈用手勾住小爹的脖子 嗲声问 哎哟 这是什么意思 一边的脖丝短袖子 缩到肩膀上 露出肩膀上袖的一朵牡丹 白肉红花 分外诱人 上校添花乱坠 把老保长描成 自己多年前的救命恩人 对小妈吩咐说 这是恩人的嫖姿 小妈咯咯地笑 笑弯了腰 两堆胸肉 从雷丝花边里放荡出来 一口无浓软雨腔的北方花 嗲声嗲气地钻了出来 哎哟 你这是要她的命呢 我看她年岁也不轻壮了 哪销售得了这宝贝疙瘩呀 这个你不用管 你只管给她销售 享受 是我欠她的 几番来回 小妈正式行使之权 从茶几哥曾抽出了一本相册 啪啪翻着 对老保长讲 那 货都在这儿 编了号的 一到十九号 没有四号 十三号 十四号 总共十六人 除掉九号 其他十五个号 让你在一个月内随便享受 中途也可能送来新鲜货 你照样有权享受 只要他们有空的 你有力 只怕 你销售不了 为什么要排到九号啊 我确定他染上病了 那得叫他走 留着害人呢 我就是要留着他专门用来害人 作孽呀 到这里来的人 都是来作孽的 当天夜里 老保长吃的两份夜宵 叫了五个号 清早走时 小妈把他叫去隔壁两层楼吃早饭 一边问他许多事 比如同上校结交的来历 行业 收入 老家 住的酒店等等 老保长都按照上校事先规定地讲 全是瞎话 不透露一丝真相 两个人往来的声音一律很小 做贼骨头似的 老保长预感 楼上房间里睡着他的男人 兴许正是上校 分手时 小妈对老保长讲 以他这个年岁 一夜能叫五个号 不是恶鬼就是煞老 如果他能这样坚持三日 说明真的是煞老 那他也是老保长的 照样也是免费用 这是个大骚火 专挑能干的 那些号 都是他的试验田 你同我讲这些做啥 我不要听 快讲事实吧 圆有头债有主 可得一层层拨 话得一句句讲 你不听这些 哪听得懂事实 你不知道接下来的事情有多稀奇 我要不经历 也理解不了的 我连这些都已经理解不了了 叫了五个号是什么意思呢 石燕田又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不排四号和十四号 是因为四和死的音箱禁不吉利 那么为什么不排十三号呢 还有九号得的又是什么病呢 我想应该是肺病 可肺病是要传染身边所有人的 怎么可以专门用来害人 我理解不了 完全理解不了 当然最不能理解的是上校 他不是在当军统特务吗 上有上级下有下级 有组织和使命任务的 专门除鬼杀奸 怎么搞得这么无组织 无纪律 跟个大流氓似的 老保长继续说 这一个月 我白天就待在他诊室里 无所事事 夜里就去那里吃喝玩乐 我可以随便叫吃叫喝 也可以随便叫号 这日子过得真叫舒坦 神仙也不过如此 我不大见得到他人 我是小太太 他似乎是在躲着我 也似乎真是忙 每次见面都匆匆忙忙的 提了个箱子就走 就是那个手术箱 他的诊所开得怪 通常不开门 却又是名声在外 时不时有人寻上门 要不就把他接走 这些人寻来的也好 接走的也好 都是有来头的 不是大富大贵 就是藏枪带刀的 都有名的 有些人他也不许我见 就临时把我支开 有些可以见的 我就当他配手的角色 负责端茶倒水迎来送往 这些人多半非负极贵 出手阔队 给我小费 都是大钞票 刚才讲了 我晚上都在那儿吃喝玩乐 玩乐什么 就是嫖和赌 嫖赌是一家 有嫖必有赌 我就是在那儿迷上赌博的 还怪得很 头些年我都赢的 后来有些小书 最后你想的 倾家荡产 妻离子散 我记得清索 这是抗战最后一年 五月里的事 我把祖传的台门屋 点给当铺 准备最后一堵 赢了钱 去买个现场当 输了就跳黄埔江 最后怎么着 最后输个金光 又不敢跳江 就回来认怂了 猪狗一样活着 哎呀 世上事就是这么怪 我骨头里是讨厌鬼子的 但命相里 鬼子好似是忘我的 他心我心 他败我败 赌桌上都是这样的 讲这些做啥 我都清爽的 哎呀 是啊 这些你都清爽 那个月里 头半个月 我把那里的每个号 都叫了个几遍 后半个月 我只叫一个号 七号 其他人验了 只对七号好 他也对我好 人就是这样 你好 我好 何配的队上 就是这七号 把我拉到赌桌上 天天赌 输了我全刃 赢了对半分 他赢了很多钱 因此对我愈加好 后来我反复去 也是念着他的好去的 这就是我的命 要被他捉死 好了 现在可以讲你要的事实了 就是这个七号 后来对我透露了不少 太监的事 先前的半个月 我叫遍每个号 也问遍每个号 想打探太监一些事 没一个号敢对我吐一个字 显明是那个大婊子 下过死规矩 不准他们讲 后来七号对我好 信服我 也是被我追着 诱着 慢慢开始对我透露一些事 许多事啊 也是以后一年年长出来的 我就总之跟你讲了 全是稀奇事 原来太监 名义上在开诊所 实质上是军土特务 诊所是掩护身份有的 他的顶头上司 是国民党特务头子 戴利的亲信 一个漂亮到每根眼睫毛 凶狠到每根汗毛的女特务 具体也是戴利的拼头 一次他在南京受伤 连夜送出城 送到太监手上 太监不但救了他的大命 还意外送他一条小命 给他当了一回接生婆 这故事 太监自己公开讲过 确实 我听上校讲过这个故事 一个女的 肩膀大腿和肚皮 身上三处受伤 找他救命 结果救下两条命 女人自己并不知道 他肚皮里 怀着一个七个月大的婴儿 挖出来只有拳头打 像只小猫 就是这女的 看太监聪明能干 又会医术 通过戴利的权利 把她弄到上海 交成一个高级特务 为什么是上海 因为这女的 在南京出过事 身份败露 必须换地方 这我在前面也讲过 她那次回来 曾拿枪抵制我脑袋 警告我 她现在的职务是 除鬼杀奸 我那个时候 讲过的不讲了 讲上海的事 上海 那个 老保长突然被打断 脑筋一时有些短路 心点燃一支烟之后 她才又接着讲 然后要讲的 就是那个大骚货 那个小骂 他何止是个大婊子 我告诉你 他是个 十心字坏透的大汉奸 赚给鬼子拉皮袍的 他在那里 开一盘窑子 三百米开外 还开着另一盘 那是特别给鬼子开的 高级的气死你 我去看 当然进不了门 门口啊 有两个飙行大汉 是走狗 也有狼狗 你过去 隔着几十米远 走狗和狼狗就对你好 叫你滚开 不听话 不是放狼狗咬你 就是走狗上来 扇你耳光 远远看 进出的都是小汽车 大美人 那围墙 那院门 那屋顶 处处包金闪银的 刺你眼 烧你心 恨杀你 总而言之吧 那大婊子同时 开着两盘暗电 一盘是替另一盘 打底的预备的 试验把关的 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个 四方八方搜来的号 先在这培养 训练 试过挑过好的派过去 给鬼子用 差的留下 做预备用 预备的意思是 比如临时开来部队 那边的号不够用 这边的号也要顶上去 清场 不准中国人用 只准鬼子报场用 当然 平时这边 主要是中国人在用 你只要有钱 任何人都可以去嫖 去懂 第二十七集 老保长继续说 据七号讲 太监是那年春节后冒出来的 他必是探到情报 那大婊子在替小鬼子开暗店 想通过他接近鬼子 便寻上门来 一来就出了名 出手阔绰绰不讲 关键是他那个家伙奇特 功夫好的不得了 什么家伙 就是裤裆里的家伙 男人的家伙 他那家伙稀奇狠 一下在店里出大名 不用讲 七号是接待过他的 他亲口告诉我 他那个家伙跟任何人都不一样 怎么个不一样 补过的 头子上像开过花 破掉过 然后被缝好补过 然后这东西就变了 变得像个 核桃壳一样糙 而且大 这你总可以理解吧 受伤的地方总会结巴 结巴 总会长出一些心肉 拱起一块挥一条 总之是不平整 不光滑 像补过的断墙 总比原先壮实 这看上去是很难看的 但这玩意天生不是叫人看的 是让人使的 使起来就好了 这你可以想 越操越骚人 你也可以想 什么七号 八号 几号 这些人专门吃这门饭 自然见得多 比得多 那七号的话讲 每一个人可以跟他比 那功夫 那滋味 那痛快 叫人活活发颠 哎呀 这个你就少讲吧 好 这个我少讲 总之他那东西确实受过伤 这跟我们当初听到的传闻是一致的 只是我们都是道听途说 不全面 不客观 尤其是我 当初恨死的 硬是造出谣言 讲他是被他们施掌活烟的 其实我早知道 他是在战场上受了伤 但之前我不知道 谁也不知道 他已经被修好 并且阴祸得福 反而变成西齐宝贝了 一去那儿就出了名 那些号 都是碎嘴 长舌头 爱传话 你传我 我传他 搞得每个号都抢的 他出手阔 东西齐 功夫好 你说哪个不想尝一下西齐 七号讲 店里每个号都抢着要的 都不知多少次接待过的 所以你讲他是基奸犯 怎么可能啊 一万个不可能 后头故事 还有一大堆呢 都是证明他那东西西齐的 我前面讲过啊 每个号都是那大婊子的试验田 大家试过是好的 他自然要亲自上阵 尝一尝 咽一咽 一咽 名不虚传啊 也是发颠呢 七号讲 从他验过后 那大婊子就照大家开会 定下两条死规矩 一是所有号不准碰他身子 二是所有人不准传他事情 他一边把他当私货藏起来 自个儿享用 一边将他当宝贝供上去 供给谁 当然是女鬼 女鬼佬 我之前便听完过 有些女鬼佬 男人死在战场上 他们要钱要钱 都是男人 从我们中国人身上掠来的钱财 要地位 有地位 也是男人用性命换来的 要空闲 有空闲 就是没有男人 在家里守活寡 熬着 饿着 便要胡搞乱来 乌起八糟的 那大婊子 更是大汉奸 起头是专替男鬼佬 拉皮条做肉生意 明的 开店摆摊的 但经常 从鬼子进出往来 也接触到这样一些 女鬼佬 活寡妇 便做起顺水人情 这是按的 是顺手撩一把的意思 反正他手头有的是 这种烂男人 要钱不要命的 稚气骨气是更不要的 瑶子 总的是像一块腐肉 专门聚会烂人的 太监当然不烂 他一身稚气和骨气 也是国气 他恨死小鬼子 还你想 小鬼子害死了他亲爹 也差点觉了 他男人最根子的东西 能不恨吗 于公于私都是恨的 他不在后方当军医 甘愿到大上海这个魔窟来 冒生死当特务 除鬼杀奸 为的就是 报国仇雪私恨 他去那接触那大婊子 本是出于特务工作需要 为国家收集鬼子情报 现在有机遇打入敌人内部 他当人不让 求之不得呢 苏华奖 不 不 咱们讲了 我知道 老包长想说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因为村里有老虎山 爷爷教过我许多 跟老虎有关的成语俗语 比如出生牛犊不怕虎 虎犊不食子 将门出胡子 前怕狼后怕虎 一山不容二虎 有胆子摸老虎屁股 老虎嘴里讨不到肉吃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兵马不离阵 虎狼不离山 打虎要打头 杀鸡要割喉 人到四十五 正如出山虎 凤凰落驾不如鸡 蒙虎下山被犬弃 深山藏虎豹 乱世出英雄 秦龙要下海 打虎要上山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等等等等一大队 在爷爷的帮助下 老保长前后用了两句 一句是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另一句是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对对对 就是这句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他就是这样子 明知道那大婊子 不安好心 在卖他 那帮女鬼佬 也不是知足的 他踏上这条贼船 有可能是一条死路 即便不死吧 也可能说不清 道不白 被人明里暗里骂 人不能吃错饭 更不能睡错床 吃鬼子的饭 是汉奸 被人戳几两股骂 睡鬼子的床 要是女人 就是汉奸加婊子 罪加一等 要是男人 要加十等罪 你想是不是 这社会就是这样 女人卖是一分罪 男人卖是三分罪 如果卖给鬼子 女人是十分罪 男人就是猪狗 猪狗不如 罪不罪就不讲了 因为不是人了 是畜生了 鬼子打到家门口 男人就该上战场 上战场死了 一白遮白丑 千错万错 都可以原谅 要上了女鬼老的床 鬼知道会落个什么下场 千秋万代 都可能要遭后代 吐口水骂他 你知晓 太监是个聪明人 这些道理 他不可能不懂 他比谁都懂得 一旦踏上那艘贼船 可能面临什么 被人误解 遭人唾骂 人不人 鬼不鬼 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但为了当好特务 完成任务 他不管不顾 豁出去了 这是何贴太监性子的 他骨头比谁都他妈硬 胆量比谁都大 脾气比谁都倔 认准的事 石头牛都拉不回 就这样 他顺着那大婊子 安的黑心 扑的黑路 深入虎穴 不时出入鬼子营地 跟一帮子女鬼老混在一起 我第一次去那时 他大体就过着这种日子 一边被那大婊子霸着 一边也被他卖着 同时还要领带一个组工作 还要出诊看病 还要管我 所以是很忙的 同时在那儿 在那些号面前 他地位又蛮高的 派头十足 是那大婊子的心肝宝贝 所以大家叫他小爹 是后台老板的意思 虽然我不大见得到他 但估计他是时常在那儿的 在隔壁那两层楼里 这从那些号的碎嘴里 可以知道 当然 当时我并不知晓 他这些底细 包括军统的事 他也总避着我 不对我讲 不准我问 有时我问起他 他总是一句话 我的事你还是不知道的好 更不能让人知道 你知晓他讲话满风趣的 有一次他特别警告我 你在这儿 下口可以放肆 上口必须必紧 下口放肆只伤你身子 上口放肆 会要你的性命 我觉得这日子过得跟神仙似的 可不想丢掉性命 所以严格听他的 只放开下口 不放松上口 闭得紧 什么上口下口 放松闭紧 我完全听不懂 其实老保长这会儿 讲的许多事情 我都不大听得懂 半懂不懂吧 我最懂的只有一个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这话是形容一个人的英雄勇敢的 如果讲这是烂 绝不是腐烂的烂 而是灿烂 阳光灿烂的烂 我想老保长大致是在讲一个上效光辉灿烂的故事 而不是阴暗腐烂的 遇到听不懂的内容 注意力就会从耳朵溜到眼睛上去 我躺在地板上 窗户含着一个鞋的天空 雨线也被风拉斜 往窗户一边倒 感觉都要往窗洞里钻 却又滴水不进 像隔一块玻璃 其实隔的是视觉错误 是我躺着看不到屋檐的缘故 屋檐有一米多深 除非风力大雨水飘得进窗 现在风力不够都散落在屋檐下 一阵猛烈的咳嗽 把我注意力拉了回来 是爷爷在咳嗽 是老保长抽的烟让他咳嗽 我都能闻得到 楼下一定早已烟雾腾腾 把病弱的爷爷熏得够呛 但是我担心的不是爷爷的身体 而是担心老保长把一包烟抽完 又要第二包 真的 不一会儿我听到老保长的嚷嚷 没烟了啊 抽完了 好事成双 再来一包 爷爷二话不讲 让他自己拿 这烟以前是爷爷的宝贝 都是一根一根数着抽的 现在这么爽快送人的样子 好像料到自己要死了 想到爷爷要死 我心里难过 难过得连上校的故事都不想听 倒是爷爷急着想听 趁老保长拆烟的功夫 爷爷便催他接着讲 火急火烧的心情 好像马上要死 只怕被耽误 听不完故事就死 老保长却一再耽误 叼着烟 又去退堂倒水 可能又去撒尿 反正好一会儿才回来 回来之后倒是利落 没坐下就开口讲了 现在讲第二年啊 开过春 我又去上海 发现情况有变化 变化大得很 首先 那些号很少谈起他 见识根本见不到 我去诊所寻他 诊所的样子是老样子 但去十次 没一次开门 像个死物 其次 那些号偶尔谈起他 称呼和口气都变了 不再叫他小爹 叫法变得五花八门 有的叫那郎种 有的叫那家伙 有的甚至直呼 那个核桃壳 总之是不尊敬的 以前是尊敬又亲热 现在是随便带清灭 完全变样子 凤凰变鸡了 正因此 七号才敢对我讲他的一些事 主要是核桃壳的事 以前哪敢讲 失宠了才敢的 至于为什么失宠 七号讲不知道 但感觉又是知道的 只是不肯讲 第二十八集 那一年我一共去过四次 是我去那儿最多的一年 也是我在赌桌上运气最旺的一年 去一回赢一回 把我赌胆啊 越壮越大 也是陷阱越挖越深 应该是第三次吧 有一天我赢了很多钱 开心的要死 跟七号在房间里吃酒 两人都吃个烂醉 他醉成死猪 闷头大睡 我醉成疯狗 跑去隔壁两层楼里 找那个大婊子打听太监下落 正好撞上七十六号的一个恶煞 七十六号知道不 吉斯菲尔路七十六号 这是汪精卫的特务组织 当时在上海大名鼎鼎 一帮子流氓汉奸 仗着鬼子势力无法无天 杀人不眨眼 吃人不剥皮 我醉成那样 什么都不记得 只记得醒来是在医院里 照镜子 不认得自己 半成脸 跟煮熟的猪头一样 紫红占开 手一戳要破 流出油水 后来知道 我撞上的那个恶煞 是七十六号的杀手 杀人跟杀鸡一样 我坏了他的好事 没丢性命 要拜菩萨了 七号 正是由此起了菩提心 怕我再吃醉酒 去找那大婊子打听太监 便在一天夜里 斗胆对我抖出太监的机密 原来 那些女鬼佬不止一个 据说有三个 尝过太监那个核桃壳的滋味后 起黑心 要吃毒食 想霸占的 禁止他同中国人上床 他们 把中国人当狗看 才不想跟狗共用一个东西 包括那大婊子 这便是鬼子的德行 你大婊子对他们好 他们可不领情 但当时太监 跟他小爹小妈的 经常出入那里 哪能守得住规定 明的不做 暗的做 这种事 暗做比明做更古人 只是 他们大意了 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哪知道 那些女鬼佬派人来暗查 买到一个奸细 就是那酒泡 前面讲过 他身子染上病 终归是生意不好 缺钱花 见钱掩开 把他们的暗示揭发出来 换了钱 他妈的 这还了得 太岁头上动土 找死 那大婊子毕竟交际广 有攀附 从鬼子司令部到76号 都有他的来头 仅凭女鬼佬 那点日落西山的势力 是治不了他的 他们甚至不如他势力大 何况行得是龌龊 不能明目张胆 跟他斗 只好把气撒在太监身上 而太监 为了继续搞情报 跑不能跑 躲不愿躲 只好认他们罚 怎么罚 就在他肚皮上秀字 教训他 警告他 也是警告的大婊子 不准他们往来 讲到这里 老保长停下来 似乎是存心掉爷爷的胃口 爷爷确实也被吊起了胃口 忍不住问 什么字呢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七号跟我讲 从那以后 他没有再见过太监 但秀字的事是笃定的 因为是那大婊子亲口讲的 有一次吃醉酒 讲漏嘴的 七号讲 那几个女鬼佬中有一人 以前是专门给人身上 秀字做画的 那大婊子 臂膀上的牡丹花 就是他秀的 我亲眼见过 现在小瞎子 包括你那外孙 和肉钳子都这么讲 指明那大婊子 确实也没有瞎讲 确实秀过字 至于什么字 秀在那暗地方呢 谁看得见 但我私存 那字不外乎是一个意思吧 就是把他们立下的规矩 禁止太监跟中国人上床 写明吧 老保长解释 在身上秀字 是鬼子的封锁 他当保长的时候 年年要去县里开会 每次开会都是岁末年底 大冬天 作为优待福利 他们几个保长 都会被安排去 鬼子的澡堂太育 也就是洗澡 犒劳的意思 太育嘛 总是赤跳跳的 他便见识过不少鬼子身上 都秀着字 有的是文武的武字 有的是忍耐的忍字 有的是尽忠的忠字 有的秀在胸口 有的秀在手臂上 有的秀在背脊上 颜色有的青 有的黑 有的红 爷爷不要听这些 他让老保长继续讲上校的事 老保长却起身 拍拍屁股准备走 一边准备走 一边说 够了够了 这些都是太监不准讲的 往后的事就更不准了 你就别害我了 走到门口 他又补充 好了好了 你该起床了 不管太监肚皮上 写的是什么 总不会写它是鸡肩犯吧 这你总该放心趁心 而不是被小瞎子 弃成这个死样 说完就走 毫不啰嗦 我和爷爷一样遗憾 老保长没有回头 但爷爷回头了 当天夜饭 吃了一碗热粥 好似就有了力气 天色暗黑时 摸摸缩缩下了床 坐到下午 老保长坐的椅子上 抽了生病以来的 第一支烟 当时父亲在天井里 闻到烟味 从乡房里飘出来 就对母亲说 看来你这回 学来的药管用了 爷爷的病 一天比一天健好 对父亲来说 爷爷是一下子健好 彻底好 一口口叫父亲的小名 好的我都有点 替他难为情 以前爷爷 连父亲的大名 也不大叫的 如果有了事 如果在身边 总是 哎 或者是 哎 就这么一声 如果不在身边 要叫才叫得硬 爷爷也从不亲自叫 总是让我或旁人叫 爷爷的变化 让我心里暖哄哄的 但父亲照旧 对爷爷爱理不理 没有变化 自从鸡肩犯的问题 冒出之后 父子俩关系仇敌一样的 见面不是互相甩 冷眼就是吵架 冷战加嘴仗 家里不是冰冻三尺 就是烽火连天 两个人心头都装满恨 一个是羞恨 一个是怨恨 现在爷爷的羞恨化为内疚 一口口叫父亲的小名 就是内疚的体现 也是想唤醒父亲的感情 陪他来好好聊场天 化掉父子间的怨恨 有一天 他们就聊了 爷爷把老保长对他讲的 从头到脚 对父亲讲了一遍 我发现 尽管父亲 同上校关系好到门 但对上校 同那些妓女 也就是那些号的事情 还是置之不多 他听了很意外 连着几次说道 我怎么不知道呢 父亲几乎都有些生气了 他盲目地责怪上校 这人真是 连我都买 爷爷告诉他 老保长肚皮里还藏着不少货 往后的事情 只字没提呢 我估算啊 那些事也都是你不知晓的 于是 爷爷和父亲两个人变成了战友 一起谋略 怎么样去撬开老保长 闭紧的嘴 一日午后 爷爷拿出私钱 叫我去七阿泰小店 买两斤烧酒 四包烟 我从小店回来 看见父亲正在装一盘炒花生米 装在一只茶缸里 然后带着烟酒和爷爷一道出门 我知道他们要去干什么 他们要去找老保长啊 用酒 把老保长灌醉 套他讲出往后的事 老保长住在村口 在老虎的尾巴上 一间孤零零的石头屋 以前是地主家存放棺材的寿屋 造的也同棺材一样 只有门没有窗 仅有两孔窄小的气窗 开在东西两堵侧墙的天花板下 像只狗眼 看人地 老保长去上海吃喝嫖赌的下场 就是倾家荡产 家破人亡 从全村最富豪有势的头人 沦为最贫落孤灵的贱人 一度如猫狗一样的 吃住在寺庙里 解放后才分到这屋子 这是亚拼头最好的地方 四边无耳目 像在棺材里一样安全 当然 这也是谈论机密的好地方 敞开门 大呼小叫 都不一定有人听得见 这也是爷爷和父亲 所以不在家里 而是专程上门 请老保长吃酒的原因 就是要四边无耳目 他们一定想不到 其实还有我这一副耳目 乌西侧靠墙 躲着一堆干柴 我爬上了柴堆 气窗就在眼前 屋里每句话都送进我的耳朵 有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奇怪 那么多事情都躲不掉我的耳目 好像我有搞侦探的天才 将来可以去当大特务 这是什么 烧酒 十足两斤 我当然晓得这是烧酒 你们没进门我就闻到了 我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老保长自问自答 我知道什么意思 老乌头已跟你讲了太监的事 然后你们还想听他后事 就想灌醉我 叫我酒后土真言 是吧 爷爷却连声否认 感觉满脸都堆着笑 不是的不是的 我是来谢你的 这不我下床了没死 多亏你救我呀 我得的确实是心病 你那场话确实是最好的药水 把我从阎罗王手里要回来 今天是专门来谢你的 谢我是对的 给我送酒也是对的 我最爱吃酒 还有烟 父亲滴上烟 几包听不出来 我才应该是两包 送烟也是对的 我也爱吃烟 但你们的想法是不对的 你们以为我吃醉酒就什么都会想 也不想想 我吃了一辈子酒 酒醉糊涂的时间多了去了 可你们见过 我跟谁提过太监那些事 那天我是看你老乌兔要死了 就你命才讲的 这些事我绝对是第一次读人讲 想必你也没听过吧 他和你这么好 好的要被人怀疑是鸡肩犯 也不对你讲 为什么 因为不能讲啊 以后你们也不能对外讲 要保证 他在上海当军统特务的事 有什么不能讲的 父亲给老包长递烟 点烟 这我早就知道 他都当故事给我讲过 这是替国家做事 杀鬼子 杀汉奸 光荣的 有什么不能讲 窑子里的事 他也同我讲过一些 只是 那大婊子和女鬼老秀字的事 我确实没有听他讲过 老包长的口气很坚决 你不知道的事多着呢 第二十九集 爷爷父亲和老包长他们 一直是站着讲话的 爷爷大病了一场 身体虚弱 就拉出凳子先坐下 所以 还是请你讲一讲啊 我们保证 不会对外讲 老包长也坐了下来 要讲可以 但你儿子得先讲 我讲什么 我能讲的你都知道的 有不知道的 他在哪里 现在 老包长的口气 比刚才更加坚决 给我的感觉 应该是瞪着眼 用手指着父亲 你去看过他是不是 必须讲实话 面对沉默 老包长给父亲打气 知道就是知道 莫非你还怕我揭发他 我只是也想去看看他 我心里惦着他呢 他是我活着唯一的惦记呢 父亲仍是沉默 老包长接着说 感觉 蛮动感情的 这村里人全死光光 我都无所谓 只希望他 别不得好死 如今这世道 真他妈的作孽 把一个大好人 糟蹋成这样 拖着老母亲四方流浪 要藏着 躲着过日子 这他们都是小瞎子 这畜生害的 要早二十几年 我当着保长 必定把这畜生枪毙了 遭他一个好人 就是罪 活该枪毙 你们不晓得 他为国家立过多大功 又受过多少罪 那个罪过呀 你们想不到 真不如死 他是个英雄 你们知道吧 只是 只是怎么讲呢 他们是有命的 他病苦 总被人遭的 这不 到今天还在止苦 我真替他难过 老保长的声音颤颤的 我怀疑他流泪了 屋里静得可以听到 爷爷的喘气声 过一会儿 老保长的精神头又起来 吊着嗓门叫爷爷 老头啊 劝劝你儿子 知道就告诉你 我要去看他 哪怕红卫兵 要我的命也要去 不等爷爷劝 父亲已经开口了 你放心 他都好的 父亲的声病不响 音量也不高 却震耳欲聋 像雷劈 我不知道爷爷 当时的表情和心情 我是吓坏了 因为我知道 这是犯法的 公安一直四处 在寻上校 父亲隐瞒不报 可能还偷偷去看过他 这不是 执法犯法吗 上校出走那天夜里 因为来过我家 这成了我们家一个炸弹 导火线就在我手上 我突然后悔来偷听 家里多了一个炸弹 我身上 也多了一根导火线 更气人的是 本来约好的 父亲讲 老保长也讲 可是临时他却假惺惺当好人 讲起了什么狗屁大道理 有些事啊 你们还是不知道为好 知道是罪 就让他们烂在我肚皮里吧 这不是耍无赖吗 气得爷爷直骂他 父亲似乎是想搞激将法 对老保长说 其实他后来的事我也知道 他一个手下 被76号逮捕 受不住严刑拷打 叛变 把他出卖 于是被鬼子抓去湖州 长兴战俘营挖煤 这是民国三十二年的事 是不是 然后呢 关键是进了鬼子战俘营 怎么出来的 因为他救了一个鬼子大官的命 老保长哈哈大笑 应该是嘲笑 你以为鬼子是新四军啊 医药水平差 告诉你鬼子的医药水平 是全天下低 一次我发高烧 连着三天神志不清 讲胡话 那些号都以为我要死了 七号可怜我 去求那大婊子 求到两粒药片 就这么丁点打 绿色扁圆的 像了一杯压扁的绿豆 我吃下一颗 不到半个时辰 烧眼看着推下去 像一盆炭火 落在雨水里 那个奇迹啊 就像是仙丹 死人都救活的 你想 鬼子这么好的医药水平 凭什么大官的命 要他救 没脑筋的 这种鬼话也要听 那你就同我们 讲讲人话吧 爷爷爷 我哭贪一个人 老不死一个 天大的罪 我都担得起 大不了一个死 早死早了 早死早脱圣 我现在唯一惦记的就是 死之前想去看看 现在好了 既然你知道 有地址 可以去了 礼物也有了 这酒 我不会自己吃的 不要送给太监 我听着 心里不由害怕起来 像看见父亲 领着老保长 去看上校 公安在后面 悄悄地跟着 我讨厌这个棺材屋 这个下午全是晦气 什么故事都没有听到 反而身上多了一个炸弹 夜里一定又要做噩梦了 尽管上校的后世悬空着 但爷爷的心头 是十足踏实了的 几十年的担心疑心 被一扫而空 填进去了 衬心 开心 放心 还有高兴和庆幸 当然我们那儿的口音里 是没有后鼻音的 心 性是一个音 所以放进去的是 衬心 开心 放心 和高兴和庆幸 总之是一种 甜香的味道 在蜜罐里的样子 兴许是香味太过浓郁 我家屋子太小 装不下 爷爷没有守住 老保长的告诫 将上校跟那个大婊子 和佩当小爹小妈的下流故事 以及被女鬼老赐字的悲惨故事 相继一点点地掏了出来 拿到了祠堂 小店 理发店 裁缝铺等偷偷地传开了 老保长的消息灵 很快找上门 骂爷爷不讲信 开始爷爷耍赖皮 否认讲过 后来被老保长有正有据地扒下了皮 只好承认 并解释 他正是要讲信欲才讲的 他们当着我的面征来找去 一个朝东一个朝西 面对面头冲头 像两只斗鸡 伸长了脖梗 吵翻天 起初我觉得爷爷讲的有道理 后来 我又觉得道理在老保长的身上 现在我已经知晓他们不是纪奸犯 可村里人谁知晓 他们照样在传小瞎子的瞎话 你耳朵聋了 难道没有听见吗 我就是耳朵聋了 也比你听得多 这种话你一家人必定是听得少的 所以你要允许我讲嘛 谁能背得起这种恶名 我做梦都羞死 你讲顶个屁股 你讲只会叫人笑话 人家背后都讲你在造谣 我指明是你讲的 我不会承认的 我才不情愿为你得罪太监 我跟他有约定 绝对不讲这些事 可小瞎子讲的是瞎话 你只要指明他在讲瞎话就好了 老保长 爷爷少见得没叫他老流氓 因为这是恳切相求的大实话 我们相好了一生事 你就帮帮我吧 把事实讲给大家听 好让我日后死个闭目 人言可畏啊 老保长 他们是要把生米煮成熟饭 你让我这脸皮往哪里放吗 人家老骨头不是我不肯帮你啊 我为救你命都破了跟太监的约定 怎么不帮你 现在是我帮不了你 正因为我们相好一生事 大家都晓得 所以我讲是没用的 人家只会笑我吃了你烟酒 帮你造谣 你满肚子道理 难道还不懂这道理 看爷爷不吭声呢 老保长又说 老骨头 我劝你把这事情放下 想开点别管它 别整天喜鹊乌鸦地刺出乱叫 叫了只会更难看 你我都他妈的难看 这些事啊 你得认命 这恐怕是你命中一个劫 躲不过去就扛着得了 爷爷眼巴巴地望着老保长 你帮我想想 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法子啊 老保长为自己的一番苦心 失笑而失望 毅然地起身走了 法子就是你咽下去 他一边走一边骂 你这人就是自私 总想着要体面 把面子当面根子 他妈的面子顶个屁用 我当初像狗一样活着 人家太监现在 也是一只丧家之拳 小瞎子是废物一个 拉屎连屁股都不会擦 不都照样活着 朝你这样想 我们都该去死 就你一个人活着 我看到爷爷呆若目鸡 一脸丢魂落魄的死相 好像面对一抛屎 还是小瞎子拉的 必须要吃下去 没有退路 他吓傻了 事后我看他确实有点傻 傻到家了 有一天居然拎了一篮子玉鼠 要我陪他去看瞎老 我问他 你不是罪恨小瞎子吗 去他家干嘛 我要同他爹去讲点事 时间是选过的 专挑小瞎子出门瞎逛的时段 去到他家 爷爷首先向瞎老递烟 虚寒问暖 然后认错 承认当初骂他儿子是基监犯 是自己昏了头 搞得很丢人现眼 叫我替他害臊 我拽他的衣服 想拉爷爷走 可爷爷不识相 瞪了我一眼 好在瞎老什么也看不见 他闻到了新摘来的玉鼠的清香 就像看见一样 夸着玉鼠好新鲜 爷爷就讲 是他早晨刚去地里摘的 一副讨好卖乖的奴才像 我恨不得朝这个玉鼠撒泡尿 瞎老比我父亲还小两岁 可看上去比我爷爷还老像 半头白发 胡子拉叉 一脸营养不良的菜色 衣服扭扣扣错 脱一双豁嘴的烂布鞋 穿一条眼口脱丝的颇大裤衩 可怜是蛮可怜像的 只是并不让我可怜 小瞎子乱造谣 故意害我们一家 我也恨他们一家 看到瞎老的可怜像 我心里只有高兴 瞎老替人算了一生是命 讲话是有一套的 我算你 不是来找我算命的 他白乌珠朝上瞪着 手指头习惯地拨弄着 像在拨弄爷爷的心肠 你该是来寻我儿子谈事的吧 他出去了 有什么事谈吧 我回头可以转告他 爷爷本来是有一副好口才的 这一天 却有口无才 讲得含糊 其词 支支 乌乌乱七八糟的 听好久我才明白 他讲的意思 是他从多方面听闻 上校肚皮上的字 不是小瞎子上次用匾写出来的那句话 同时 他认为小瞎子必定知晓 真正的话是什么 希望瞎老做做他儿子的工作 让小瞎子把真话写出来 太监从前带你不错的 别埋态他 你凭什么说那句话不是真话呀 因为他不可能是鸡肩犯 有人亲口对我讲的 谁说的 我朝爷爷挥挥手让他不要讲 但爷爷思量了一会儿 还是指出是老保长 气得我像瞎老一样对他翻白眼 真是气死我了 他嘛 你给他吃两碗烧酒 女人都可以让出来 更别说替人擦屁股了 这句话已经带点攻击性了 但是爷爷仍然不识相 继续做瞎老的工作 如果是那句话 太监不会灭你儿子口的 这是毛病 又不是罪行 为什么要封他口 你可真好笑啊 既然这不算什么 你又干嘛操心这事 这事跟你家没关系 你干嘛瞎操心 瞎老一边说一边黑黑的笑 我听出来了这是冷笑 也听出来这是正话反说 身上起鸡皮疙瘩 又去拽爷爷 要他走 爷爷再次推开我 简直傻到了头 人家吓他 人家吐他口水 他仍旧笑颜相待 我气得不行 不管他 索性走掉 让他去丢人现眼吧 所以 后来他们说什么 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我觉得爷爷让我很丢脸 正如他从前讲过的一句话 这是去讨粪吃 脑筋涨到屁眼里了 果然 后来爷爷回来 一进家门就朝天骂 个狗日的东西 老天有眼 叫他一辈子做瞎老 我也真是瞎了眼 去狗嘴里寻象牙 我出去想对爷爷说 你这是去讨粪吃 脑筋涨到屁眼里了 可初来看到爷爷 被愤怒放大 涨红的脸 吓得我不敢吱声 那个样子像一头受伤的野兽 是要拼命的 就像之前爷爷曾经说过的 生死之间只隔着一层纸 这一天 我懂了一个新道理 人和兽之间 只隔着一团愤怒 第三十集 路顺着西坎秀 西坎弯头多 路也是弯来绕去的 我说的路是公路 往山里走 到了燕口后 分岔两头 一头可以去到铁匠木匠的老家 永康东阳 义乌金华 一头可以去萧山 朱记 绍兴 往江边 也就是复春江的江边走 可以去镇上 县城 乃至杭州 苏州 上海 县城在江北 我们在江南 要渡船过江 渡船一小时一轮 叫轮渡 像一个篮球场大 可以开吉普车上船 爷爷讲 以前没有轮渡 也没有公路 这些都是日本老搞出来的 鬼子打到杭州 当时前塘江大桥刚修好 炸了 阻止鬼子过江 鬼子沿着江一路逆流而上 找过江的地段 到我们县城找到了 那里加面窄 两岸平缓 鬼子搭码头 通轮船 轮船把一辆辆坦克 一队队人马送过江 一路烧杀 抢掠 往金华永康方向扑去 那边有新迁的省政府 和国民党大部队 大部队打不过小鬼子 一路撤退逃跑 逃得快了 去了江西 慢得只好躲进附近山里 前山海一样大 是藏夫人的好地方 几百人散漫在丛山郡陵里 偶尔出来打个伏击 骚乱一下 鬼子摸清情况后 有汉奸吗 就派来飞机 开来坦克 狂轰乱炸 把前山好些个山头 烧成拉里头 飞机丢了炸弹就走 坦克不走 排成队 停在西坎边 十几天不走 村里的人能逃的都逃走了 逃不走地躲进了观德寺 求菩萨保佑 菩萨显灵 派出老和尚和鬼子小队长比武 立好了规矩 赢退兵 秋毫不能犯 输则杀人烧秒 结果小鬼子输得一塌糊涂 只好退兵 寺院和躲在里边的人 总算躲过了一劫 但十几天下来 村子已经被鬼子 劫他个惨 粮食被吃光 畜生被杀光 值钱的东西被抢光 这就是爷爷时常讲 鬼子的三光政策 到老保长的嘴里 还要加一个光 女人被糟蹋光 我听老保长多次讲过 鬼子进村时 女人跑个惊光 但他们从外边抓来 十几个女人 关在祠堂里 日里夜里轮件 鬼子撤走时 祠堂里丢着两具女尸 一个是小女孩 一个是老太婆 都一丝不挂 一副活活被糟蹋死的样子 自乎有定理 哭不死的孩子 累不死的男人 搞不死的女人 但这两个 哪是能搞的女人啊 一个门还没开 一个门已关死 搞这样的女人 指明鬼子不是人 是畜生 连畜生都不容 爷爷一向 不对我讲这些事情 大概是怕脏着我吧 爷爷讲公路的起头 其实是鬼子坦克 撵出来的 一部坦克十个气撵子 开到哪里 都留下一路折子 来往几次 一条路便成行了 早线路面是夯实的泥地 坑坑洼洼洼不平整 晴天干燥 人跑过一路灰尘 雨天泥泞 粘脚板 到了新中国 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之后 政府号召大家修路 把路面修平整 又盖了一层栗子 至少雨天吸水 不沾脚了 栗子是放泡 从山上开采下来的 用压石机碾碎 大小差不多 带各式样式 大多灰色褐色 少数是白色 少少数是青石板的颜色 下雨天 各种颜色一统消失 褪色 褪成一路湿漉漉的水印子 阳光下 各种颜色被放亮 天上地上都是光 遇到风 阳光被吹淡 光亮也就淡了 爷爷每个月都要上路一次 往山里走 是去大姑三姑家 往江边走 是去二姑家 以前爷爷上路的日子 我就可能看到上校来我家 现在 爷爷照旧月月上路 但上校不可能上我家了 他在哪里 村里大概只有父亲一个人知道 这是我父亲亲口承认的 我倒是不希望父亲知道 一想到父亲知道上校在哪里 而且有一天 会领着老保长去寻他 我心里就有一种盲目又茫然的害怕 好像公安随时会来找我审问 胡司令抄在学校墙上的革命师 在日晒雨淋和风吹雪打下 失消了当初鲜艳夺目的红 变得淡红而有些脏 脏是皮球印子 上体育词我们经常把墙上的字当篮筐瞄准投篮 下雨天 皮球湿的脏的 砰一声墙上便有一个黑印子 大多数印子会被雨水洗掉 阳光晒干 也有一些洗不掉 跟字一样牢牢长在墙上 看上去便是脏 我平时不大想得起胡司令 只有看见这些字时才会偶尔想起他 想到他就会想到上校 想到父亲 想到公安民警 然后生出害怕 我觉得我的胆量是越来越小了 不像力气 去年还背不动爷爷 现在可以把爷爷背上楼了 当然爷爷不需要我背 他也不需要上楼 我只是说 我的力气这一年长了许许多 但胆量却不长 反而小了 尾了 缩了 像爷爷的身子骨 那场濒临死亡的大病之后 爷爷整个人小了一轮 穿的衣裤明显宽大了 背后看 衣裤四处里灌进风 飘飘乎乎的 有一种凄凉和孤独 爷爷说 马瘦毛长 人瘦嘴大 我发现他的嘴巴 包括眼睛确实都大了一些 似乎在配合他讲的道理的真实 好在瘦是瘦 但精神头还是不错 照旧日日出门 去祠堂门口或小店转转看看 跃跃上路 去女儿家想想轻浮 不耽误 我照旧是天天守着几本功课书 和几只兔子撞日子 我已经读初三 成绩不好也不坏 但上高中是必须要好的拔尖的 我料定自己上不了高中 最后一年便有些 结束前的松懈和放弃 便是撞日子 像和尚撞中 样子做到算数 甚至样子也做不足 常常编造各种理由 迟到早退 进入阳历的十月份 山上的野柿子 一天天油情变红 味道也由酸色 像酸甜变 等不到真正蜜甜时 他们将消失的一个不剩 这天下午 最后一堂课是体育 我和挨脚虎合谋半戏 他负责受伤 我负责送他回家 我们扮得十分像 挨脚虎坐在沙坑里 抱着一只脚 啊呀啊呀的叫 我报告老师 然后背着他回家 一出校门 他跑得比我都快 我们从老虎尾巴上山 直奔老虎屁股 村里人有忌惮 老虎屁股摸不得 没人敢去那儿动刀子 那里的树木 紫藤 天长 日久养着 野着 原始森林一样的 树大林深 紫藤慢生慢长 密不透风 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也是什么树和果子都有 春天 我们来这里摘覆盆子 夏天摘野桃子 这个季节就是野山市 我们爬上树 轻轻摇树枝 掉下来的树子 必定是熟的 如果使劲摇 生的也会掉下来 这是不道德的 不要以为我们是野孩子 不讲道德 祖宗定下的道德 是长在我们身上的 像胎记 抹不掉的 人人得讲 尤其在老虎屁股上 更要讲 什么是道德呢 损人利己的事情可以做 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不能做 我们把熟柿子摇下来 吃到肚皮里 这是损人利己 可以的 如果把生柿子摇下来 猪都不要吃 只能烂掉 让苍蝇蚊子吃 这就是损人不利己 不道德 我们来早了 只掉下来几个柿子 吃了舌头像被砂纸磨过一样的麻木 说明他并没有熟透 我们约好过两天再来 扫兴而归 下了山 在关帝庙附近 我们意外撞到了小瞎子 他对我们乌里哗啦一通叫 鬼知道他在叫什么 但从表情看 我感觉到他心底很高兴 我心想 难道他刚才去关帝庙里认罪 得到关公的原谅 答应给他治病了 但又想着怎么可能呢 关公像已经被捣毁了 并且正是这个小瞎子带头捣毁的 谁给他治病啊 他的病 只有下到阴曹地府才能治 这是爷爷和老保长一致认定的 两个人很少意见统一 但是对这件事却一口咬定 从不改口 铁柱似的 我最后想 他高兴大概是在庙里 捡到了什么吃的吧 死庙嘛 再破 总有人去拜的 哪怕叫花子 也有三个搭子 这一年多来 小瞎子家已经穷得叮当响 钱都花在 他看病上了 病看不好 家眼看着拜了 一日三顿都凑不起 经常饿肚皮 肚皮是不要面子的 只要有的吃 管他是什么 现在他经常去观德寺偷吃寄物 谁家挂在窗前眼下的腌肉损肝也要偷 甚至剩菜剩饭也要偷 如果他能爬树 山上的野果子一定就轮不到我们了 鸡肠鹿鹿的肚皮 让他对食物产生了像前山一样海参的感情 如果能在官地庙里捡到一些食物吃 他一定是高兴的 我想不出还有什么东西 能让他这么高兴 回到家 母亲已经烧好饭菜 端上桌 冒着热气 却没有一个人吃 爷爷坐在东乡房的门前吃烟 父亲低头立在西乡房前也是吃烟 中间隔着整个天井 我从他们寒风凛冽的脸上看出 感觉到 他们都在吃苦 中间隔着一个苦大仇深的世界 吓得我不敢往前走 我甚至不敢踏入天井 好像天井里盛满了苦水和血水 刀光剑影的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直到夜里睡觉前才知道 上校被公安抓了 第三十一集 从我们村往山里走十几里 是一个叫秦雾的小村庄 我大姑就嫁到那村庄里 从秦雾再往山里走十几里 是一个叫洛村的大村庄 我三姑家就在那儿 每年春节 我都要跟爷爷去几个姑姑家拜年 三姑家是我最不爱去的 因为太远 可不爱去也得去 这是礼数 去多了 我对这些村庄都有一些了解 比如洛村为什么叫洛村 是村里人都姓洛吗 不是的 洛村跟骆驼有关 意思是这个地方缺水 村里人都像骆驼一样 要四处寻水吃 这里没有大圆溪 只有两条山间小溪 经常断流 冬天几乎咬不到一碗水 所以 这儿家家户户门前屋后 都挖一个水窖 储水的 爷爷讲 洛村缺水 跟这儿的山癌有关 其实严格讲 这儿都没有山 只有一只岭 叫马黄岭 意思是 它像马黄一样 细长细长的 好似还可以拉长 上去后一小时下不来的 样子和性子都类似马黄 马黄不像蚊虫和其他虫子 钉在身上 人动一下就开溜 警觉得很 而马黄是个笨蛋 赖皮狗 钉上身你扯不下来的 扯下来得有耐心和窍门 要慢慢地轻轻地挠它 挠得它痒痒的 它才会松口溜掉 很多外乡人 经常上马黄岭的当 不吃饱饭就上山 结果肚皮饿扁了 还只是走在马黄的背脊上 离下山还远着呢 细长的马黄岭 卧在像大海一样的 丛山峻岭里 像一条海峡 很适合当边界 岭背便是界线 这边是我们县 那边是临县萧山 下了山 是萧山的小陈村 舞在山坳里 走出山坳是大陈村 那已经是杭家湖 平原散落的一角 平原上的村庄 可以无限扩大 大陈村居然比我们村 还大一倍 有近万人 大概也是我们省里 最大的村庄吧 我不知道 是爷爷这么讲的 爷爷还说 人多好藏人 好像树叶藏在树叶里 最难找 上校绝顶聪明 怎么可能不懂这个道理呢 他就藏在大陈村 和老母亲一起 落脚在当地的一个老庙里 庙里的大和尚 是他母亲 在普陀山修行时相识的 大和尚的背上 长了一个流子 是活的 年年在长个 已经大得像一只老太婆的 别奶子 搭了下来 走路晃荡晃荡的 天大地大 上校哪里都不去 偏头奔这儿来 正是得知了这个情况 他可以帮大和尚 驱病消灾 建立交情 然后留下来 这里我们的公安也管不到 大街上没有通缉他的头像 没人知晓他是罪犯 一年多来 他天天晨早傍晚扫地 白天夜里陪母亲念经 念经的水平已经追上大和尚了 他甚至已经学会一口地道的萧山话 替一个光头穿一身僧服 没人看得清他的来历 也没人去看去想 他在这里像在我们村里 照样是好人员 大家尊敬 上下欢喜 以至那天 我们的公安去抓他们母子俩时 和尚集结起来 拦在门口 不准公安带人走 最后是上校 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 劝散了和尚 公安才把他们压上吉普车 吉普车翻过马黄岭 往县城开 中途必经我们村 经过时 公安把车停在祠堂门口 压着上校 许他回家十分钟 拿取即将坐牢必备的东西 那时 我正和挨脚虎一起 在老虎屁股上摇柿子吃呢 所以没见着 而多数人是见着了 没见着的人 也很快听着了 父亲 爷爷 老保长 包括小瞎子 都是亲眼见着的 爷爷说 他白了 胖了 光一个头 一身和尚穿伴 看上去 真像一个和尚 但其实 他已经是一个被抓捕归案的罪犯 双手被手铐靠着 步步被公安压着 不准同任何人讲话 没有一点自由 父亲想凑上去 同他讲句话 被公安一把推开 小瞎子跳到他面前 想吐他口水 也被公安挡开 并训斥 公安压着他 也保护他 像管着公家的一头水牛 他母亲一直没下车 埋着头 在小心翼翼的抽气 不敢哭 哭出声 公安就骂 要他闭嘴 你看不到他母亲的脸 只看到一头 碰乱的白发 和半身黑衣裳 埋伏在前座的靠背后 随着抽气 在缩缩发抖 像一只关在笼子里 等着宰杀的白头黑羊 有人看见 他手也是被犒劳的 银色的手铐 从黑的袖子里露出一半 像戴着银手镯 这天晚上 全村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 公安是怎么发现上校的 爷爷怀疑 是老保长透露的风声 因为父亲 带老保长看过上校 他这个嘴 吃醉酒 肠子都要吐出来 可是父亲不信 这我不信 上校身上秀字的事 就是例子 倒也是 二十多年 他一个字都没吐过 上校的事 你杀他投他 都不会松一字口 那你还跟谁讲过 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啊 你扔什么 怕人家听不见啊 我跟你讲 你还是要装着不知道 公安要知道你知情不报 也会把你抓进去的 他妈不就是个例子 为什么要抓他 他犯的是包庇罪 包庇罪犯也是罪行 你知道不 他们在前堂里讲着 我躺在乡房里的床上 听着 想着 尽管他们都没有提到谁 尽管我什么也没看 但我脑海里总浮现着一个情景 村里人成群结队从龙堂出来 聚在祠堂门口 把吉普车团团围住 等着上校回来 当上校回来时 大家的目光都没看他的脸 而是盯着他的小肚皮 希望用目光扒下他的裤子 这不是说大家不同情他 要看他笑话 而是大家都首先 想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我自己就是例子 听说公安把他当一头水牛一样 压着管着 我顿时对公安生出一种恨 同时我又想叫公安扒下他的裤子 让我看看他肚皮上到底绣着什么字 我徒劳地想着他的肚皮 肚皮 以致怎么也想不起他的长相 窗外 风有气无力地吹着 我被纷乱的空想弄得精疲力尽 以致没有力气睡着 上校的聪明体现在四四面面 公安抓他时毕竟意外 突然袭击速战速决 庙里的东西他什么都没带 正因两手空空 他才说服公安准许他回一趟家 急不可失事不再来 他要趁机给父亲递话 去收养他的猫 但是明不能讲 公安禁止 于是他盘着父亲的心思布局 先埋下暗号 在门口随意丢了一条 装给猫太狱的毛巾 然后不关院门 他盘算 父亲只要看他家院门没有关好 一定会进院门去看看 然后就会看到毛巾 想到猫 后来临时冒出小瞎子吐他口水的事 他趁机设计 连声骂小瞎子畜声畜声 而眼睛死死地看着父亲 父亲当即就明白了 是在提醒他猫的事 回头就去上校屋里看 开始父亲以为猫已经被上校带回家 看到毛巾 看不到猫 知道猫还在庙里 第二天一早 父亲便去大臣村领回两只猫 挑回一袋东西 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东西存在上校屋里 猫被父亲带回家里 从此我家又多出了两张雕嘴 我吃鱼响的机会被大打折扣 如果说上校有什么东西让我讨厌 首先就是这两只猫 然后才是他神神叨叨的老母亲 不过老太婆倒是怪可怜的 他对观音菩萨这么好 菩萨却不顾念他 不报答他 这么一大把年纪还让他去坐牢 猫的事情刚平顺 父亲便约老保长陪他去县城看上校 老保长因为赌博 经常进出公安局 反倒认得公安局里一个管后勤的干部 沾点倾骨关系的 干部带人客气 请他们到办公室 坐沙发 泡茶递烟礼数周到 但讲到具体的事情 也就是要见上校 干部一通摇头 像老师一样上课一样 给他们讲了一番大道理 大道理扣着铁面无私的纪律 叫他们死头性 两人煞雨而归 一路攒满了疲惫和傲丧 我看见父亲进门时 脸色轻晦的像一叶粘菜 回家就上楼睡觉 夜饭都没吃 爷爷留老保长吃夜饭 拿出了烧酒 存心要探听情况 老保长长了见识 要传播 加上烧酒 在饭桌上大肆宣扬 毫无保留 今天我当了一位小学生 同样是犯罪 以前我只知晓分轻重 不晓得还分门类 门类分民事和刑事两路 像赌博嫖娼 偷鸡摸狗 腐化堕落 哪怕打架斗殴 只要不伤人不见血 都算民事犯罪 民事犯罪 关派出所 有熟人可以探访 太监 伤了人 犯的是刑事罪 关的是牢房 判刑前 不准任何人探访 加上 他伤的人是红卫兵 加上潜逃一年多 加上从前历史问题 罪行已极极佳 太监已被列入 重犯名单 保不准要判死刑呢 爷爷不是无知的 家有家归 国有国法 商归商 命归命 一条条数出来 跟老保长摆事实 讲道理 认定上校不是死罪 老保长讲 现在是造反派当道 保不准的 爷爷就讲 死罪必须死人 这是国家保证的 老保长又讲 你又不代表国家 能保证个屁 爷爷就说 我保证顶多判 无期徒刑 老保长说 无期徒刑不如死 爷爷讲 好死不如赖活着 老保长就说 监狱里哪能叫活呀 那叫活受罪 爷爷就说 人生无常 苦有常 做人就是活受罪 老保长就说 对于我 只要有烟抽 有酒吃 快活如神仙呢 两个人 一人一路 话赶话 路插路 最后不知 插到哪里去了 这也是老人 容易犯的错 就像爷爷经常说的 年轻人容易心碎 老人容易嘴碎 但这时节 父亲哪受得了 他们嘴碎 还快乐如神仙呢 父亲气得跳下床 探出窗 往楼下扔鞋子 骂娘 老保长自知理亏 连扇自己两个巴掌 把酒泼在地上 灰溜溜走掉 我看父亲气急败坏的样子 看到的是他碎掉的心 父亲本是闷葫芦一个 心思重嘴巴紧 从此以后变得更闷 几乎不跟人言语 只跟猫讲话 每次看他跟猫讲话 我心里总是心酸极极的 我在想 父亲 是不是心也碎掉了呢 第三十二集 一天下午 我放学回家 老远看到祠堂门口 聚一堆人在看什么 肯定是看大字报吧 那是谁写的大字报呢 我马上想到小瞎子 小瞎子会写什么呢 一定又是关于上校基奸什么的 他不可能不知道爷爷在反击他 他也不可能甘心认输 现在上校被抓捕归案 时机大好 趁热打铁 痛打落水狗 这么想着 我就不敢往那边走 我不想自讨没趣 虽然我敢肯定他在胡说八道 但大多数人都爱听胡说八道 不爱听真话 我记得好像谁说过 是老师说的吧 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上 就像爷爷说的 一个字 一盏灯 村里多数人是文盲 大字不是一个 心里乌起麻黑 跟这些人讲道理是对牛弹琴 所以尽管爷爷反复讲了那么多上校 不是基奸犯的真事 但效果并不好 原因就在这儿 人们爱听瞎话 不爱听真话 正如大家互相不叫名字 爱叫绰号一样 我埋头走着 恨不得飞过去 却被挨脚虎发现 他兴冲冲朝我跑过来 乌鸦一样大声向我叫 快来看 公安局出通知了 上校是大汉奸 不是基奸犯 不是基奸犯 乌鸦原来是喜鹊啊 我这才过去看 一张杨白纸 一手黑色毛笔字 每个字我都认得 每句话都写得考究 文邹邹 又微风凛凛的 公告 巨戏 贵村盛传 反革命分子 蒋正南 绰号太监 小富有纹身 内容只指其为基奸犯 现经查明 纹身细真 内容为假 真实内容 指明 他是日本鬼子的大走狗 大汉奸 望大家端正视听 误以讹传讹 将一个罪大恶极的大汉奸 当作一个笑柄 丧失 无产阶级革命斗志 特此 公告 伟大领袖 毛主席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万岁 下边 盖的果然是 县公安局的 大红图章 落的是 前一天的日期 我从头到脚 反复看了几遍 感觉每个字 都像是被念过咒 有魔力的 吸着我的目光 戳着我心间 我心情是复杂的 既有高兴 也有疑惑 甚至有担忧 但总的是 高兴 开心 庆幸 压倒性 你知道 极尖犯的事情 害得我们一家人 难受死了 像是得了某种 丢人的暗病 说不清道不白 并且 越说越描越黑 不说呢 就是默认事实 我因此自卑的不行 想身后 拖着一根大尾巴 时刻怕同学 来揪来踩 爷爷还给我 背了一把三角刀 专门用来对付 可能出现的坏蛋 保护我和全家的尊严 现在 尾巴叫这个公告 彻底割断了 我因羞耻 而担惊受怕的日子 也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我的心情 也是全家人的心情 尤其是爷爷的 他特意杀了一只鸡 张罗出一桌韭菜 犒劳这个特别的日子 这只鸡香喷喷 油汪汪 满当当的 盛在桃薄里 大张旗鼓地展示着 我们的心里 有多么的高兴 开心 庆幸 压倒性 这种感觉 能满得溢出来 连上校的两只猫都闻得见 尝得到 挺立着尾巴 在天井里 美美地享受着 两份鱼头和鱼尾巴 它们不吃鸡肉的 但是在这个大喜之日 爷爷怎么会亏待他们呢 好了 我还是说说疑惑吧 上校怎么一下子 就变成大汉奸了呢 那公告上讲 他小父确有文身 那么到底文着什么字呢 还有 公安干嘛要特意来贴 这个公告呢 好像专门要对我们家行好 这又是为什么呢 父亲关心前面的问题 但答不了 爷爷关心后面的问题 并一语道破 这不明白的 是他在帮你 当然也是帮他自己 你去大臣村看他时 一定同他讲过 小瞎子贴大字报的事吧 看父亲点头 爷爷接着讲 这显明对他 对你和我们一家人 都是颇分 多误会 基监犯比罪犯还丢人 罪犯只是坏人 基监犯是畜生 谁愿意丢这个人 哪怕不为你着想 你也得为自己着想啊 一定要澄清这事实 怎么澄清 口说无凭 用公告白纸黑字来讲最好 公安干嘛要听他的 你还不了解他吗 他是多聪明的人啊 他要做的事哪有做不了的 再讲 这也并非什么难事 要是我也想得到法子 很简单嘛 你公安不是要审我吗 好 我讲 什么都可以讲 但有个条件 你们要帮我澄清一个事实 对公安来讲 这不就是写张东西 叫摩托车跑一趟而已 干嘛不答应他 我觉得爷爷讲得很有道理 以我对上校的认识 哪怕不为自己 只为父亲 他也笃定会这样做 他们兄弟一生一世 上校又是那么讲情义的 怎么可能让父亲 陪他背这个黑锅呢 上校是天底下最有担当的人 爷爷是世界上最有见地的老人 而父亲怎么讲呢 只能讲 他的嘴巴是那个最熬得住声响的 即便在这个喜庆之时 依然没有几句话 相比来说 爷爷连讲带笑喜昂昂的 配这个喜滋滋的日子 配得何损何卯 无缝无息 平时爷爷老眼昏花 眼光是暗淡的 这一天 却犯出了一轮轮的光波 把我照进去又照出来 天凉好歌秋 天高气爽 文银差不多死光 银沟里的臭气也收光 天井迎来一年里最好的时光 吃过夜饭 我和爷爷享受着这好时光 坐在天井里聊天 一边拨着玉鼠 这是为明早主咒用的 父亲是不聊天的 至少不跟我们聊天 他只给两只猫太玉 一黑一白 在银色的月光下 黑得更黑 白得更白 喵喵地叫着 有一股怨气和妖气 跟这个夜晚是不配的 玉鼠剥落后 空心子堆起来 散发出一种淡淡的古物的草香 和这个夜晚是配的 这种日子 从前上校是经历过的 以后大概是经历不了了 爷爷曾认定 上校不会判死刑 因为没杀人 但现在 加上一个汉奸罪 奸到什么程度不知道 就不好下判断了 据爷爷说 鬼子投降那一年 汉奸是排成队 被一批批枪毙的 枪毙作废的子弹壳 在刑场上随便捡 村里有人就拿捡来的子弹壳 用错刀磨了一个眼孔 做哨子 吹出来的哨音 尖锋得很 下麻雀贼灵光 这个季节 你去稻田菜地 四处会瞧见稻草人 小丑一样招摇着 这是在干嘛呢 下麻雀吗 爷爷说 麻雀灰不溜秋 一副贼像贪吃 是农民的天敌 并且赶不尽杀不绝 而燕子一身漆黑 一副忠成像 是农民的厂工 所以家家户户留他们 在屋檐下做客 自古以来 远亲不如近邻 近邻不如长工 所以对长工 是要特别好一点的 自贴出公告之后 好像公安局 在我们村里 凿通了一个窗洞 风来雨来 不时传来上校 一缕缕的音讯 众说纷纭 如一锅热粥 四处冒泡 稀里糊涂 见不着底 你不知道该信谁 不该信谁 一种说法是 上校骨头刚硬 在铁皮牢屋里 被连掉几天 泪排骨都被打断几根 就是死不开口 宁死不去 还有一种说法是 上校当过军统特务 有本事对付公安 轻松耍花招 把公安蒙在鼓里 根本就没挨打 另一种说法是 公安从省里 请来了专家 专家带来了药 药无色无味 掺进了白开水 上校喝下去 不过十分钟 换一个人 问什么讲什么 一五一十全交代 这种种说法 都有人信 也有人不信 没微信 对上校肚皮上的字 也是这样 大家好像猜谜 什么都不顾忌 乱猜 一下子猜出多个版本 比如 我是黄军一条狗 黄军万岁 黄军大大的好 我是汉奸 我该死 太监是假 汉奸是真 等等 好像在猜一句鬼话 说什么的都有 甚至有人说 那根本不是一句话 而是一张地图 地图上标的 是当时上海军统特务的 秘密联络图 爷爷几次 约老保长讨教 老保长一律骂 那都是胡说八道 直到有一天 村里有人打架 派出所来人处理 聊起了上校 撂下了一个说法 有权威性 很快传散开来 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盖下去 一直独秀 这说法 不关心上校 有没有挨打或吃药 这是过程 也可能是秘密 人家不讲 人家讲的只是结果 上校已经接受 坦白从宽的政策 承认小瞎子是他害的 为什么要害小瞎子呢 因为他看见了 上校肚皮上的文字 什么字呢 是一句下流话 什么下流话呢 这不能讲 因为太下流 开不了口 有些话太脏 毒药似的 人是不能碰的 碰了脏你的嘴 毒你的心 关键 这不是个下流的问题 而是汉奸的问题 那句下流话 像一句口号似的 彻头彻尾指明 上校是一个 十恶不赦的大汉奸 爷爷讲 收音机里看不见人 玻璃柜里藏不了人 意思是做人要亮身子 讲话要见心子 你说话光露一个半 不露心 就不要怪人家编鬼话 瞎扯胡走 一时间 村里编出了 各式各样的下流话 贴在商校的肚皮上 那个下流呀 真是下得脱底 流得满地都是 反正不是男人的生殖器 就是女人的生殖器 精叱叱的 银档档的 不留一片不思盖头 我每次听到 都起鸡皮疙瘩 真正尝到了 什么是毒药式的脏 别说嘴巴不敢碰 耳朵根也不敢 毕竟我才十六虚岁 用爷爷的话讲 刚出屌毛 面皮子薄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 我已经上床睡觉 爷爷正准备去关大门 老保长闯进来 喝得醉醺醺的 进门就吆喝 讨烟丑 爷爷递给他烟 还取笑他 怎么 有人请你吃酒 不送你烟 他拍了拍裤带 烟在这儿 整包的 那该你请我抽啊 好啊 那就你来讲故事 爷爷问什么故事 他讲当然是上校的故事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爷爷一通笑 嘲弄他 上次送你两斤烧酒 你都框我 毛都没让我见着一根 今天怎么主动送上门 该不是又想框我吧 上次框你 是因为我跟太监有约定 不准抢 讲了对他不尊敬 今天他自己已经开口讲了 约定就取消了 你没听见吗 全村人都在讲他的故事 下流的要淹死人 可那都是他妈的瞎扯淡 今天我讲 是为了尊敬他 是要叫人别他们乱叫蛇 老保长说完 冲楼嚷嚷 叫父亲一起来听 接着又对爷爷说 今天我讲的事 你可以四方八元讲 去读读那些烂蛇根 叫他们知晓 什么他们是真的 父亲下来给他泡好茶 选好位置摆好凳子 本来这季节 天井是谈天的好位置 但他们选的前堂 目的是不想吵着人 可能也是因为要讲的 那个事情太过那个吧 不适合其他人听 尤其是我 可我笃定要听的 远远的棺材屋 我都要跟去听 何况送上门来的 其实我想不听都不成 老保长喝足酒嗓门大 兴许母亲和大哥 在楼上都听得到 就像爷爷说的 酒鬼嗓门大 死鬼屋猪大 这话一点不假 尽管父亲和爷爷 多次劝老保长小点声 可是 他的声音小一会儿 又会变大 没用的 在父亲和爷爷的提醒下 这回老保长 是从上校 被鬼子抓去 湖州战俘营后 开始讲的 这是 民国三十二年的事情 第三十三集 在父亲和爷爷的提醒下 这回老保长 是从上校被鬼子抓去湖州战俘营后 开始讲的 这是民国三十二年的事 那一年我一共去了四次上海 最后一次 是过完冬日节去的 去了 去了以后 就清闻太监出事了 被手下出卖抓起来 关在湖州长兴的战俘营在挖煤 那时间 我跟他交情很深 人家落难 我当然要去看 原想回家中处改个道 从苏州下火车 走太湖去看的 可以打的 去不了 时机不对 大冬天 太湖结冰 轮船不开 走杭州也不行 那时杭州和湖州 还没开通火车 也没公交车 主要交通工具是脚 人脚啊 马脚 我那时手头有钱 包个马车不在话下 但马车也不行 天寒地冻的 马去哪里找草吃 自带干草 那么路远迢迢 车子还不够装草料呢 行不通 只有等来年再讲 过了年 三月底 春暖花开 田头路边的青草 跟庄家一样剩 马可以上路了 我就出门了 先坐船到杭州 在客栈过一夜 顾好车马 第二天清早上路 天黑赶到长兴县城 战俘营在牛头山一带 从县城过去 马车还得几小时 到地方还得寻地点 到地点还得寻人 总之紧赶慢看 第二天下午三四点钟 总算熬出头 寻到人 不是太监本人 是管太监的人 老头 战俘营赎 鬼子管 其实又没几个鬼子 管市的 大多是中国人 汉奸 见钱眼开的 我找了一个管市的老头 送他两块银元 他眼睛亮的 恨不得要造出一个太监给我 是的 太监走掉了 就在我去前的一个月 春节前 有人开来小轿车把他接走的 老头 看我是有钱人 对我客气 给我泡茶 陪我在宫棚里 聊了一个多小时天 他告诉我 来接他的人 好一副派头 穿一身西装革履 戴一顶黑毡帽 拿出来的证件 是南京鬼子司令部发的 汽车挂的也是 鬼子的军牌照 开始啊 我以为太监 是被人接去行医 他在上海开过诊所 名声在外 人家慕名而来 是要他去救命 这样的话 太监应该还要回来 老头讲 这阵势 是去天堂的 死了都不会回来 那天堂在哪里 不知道 去干嘛也不知道 总之很机密 老头是个小喽喽 只管着地狱 那天上的事 够不着 后来到上海 七号告诉我 太监去了北京 当时叫北平 我问他去北平干嘛 他反问我 他一个牢犯还能干嘛 除了他那个核桃壳 原来那大婊子 又把他卖了 当然本意 可能也是为他好 想救他 把他卖给一个 有权势的女鬼佬 能把一个战俘 从牢里救出来 我想得是什么人物啊 七号报了一个人名 一个日本女人的名字 问我有没有听闻过 我哪听过呀 听过也记不得 我只记得什么号 名字听了也记不牢 日本老的名字怪 女的都叫什么子 男的都叫什么郎啊 什么村啊 长长一串 难记得很 七号讲 女鬼佬本是中国人 打小过计给日本人 才起了个日本名 他继父 可是个通天的大人物 汪精卫啊 见了都要对他点头哈腰 端茶地水 就这样 因着继父的权势 加上人聪明 漂亮能干 吃得开 吃得香 他在鬼子圈内 可以上下通吃 杀人救人 都是一两句话 稀松平常得很 我无法想象 这到底是个什么任务 有一次啊 七号给我拿了一张报纸 上面有他的照片 长得真是蛮漂亮 瓜子脸 水车腰 穿扮羊派 面容端正 真漂亮 我想啊 太监这回站住了 这模样 看上去怎么都不像个坏人呢 可实际啊 是个坏到底的大汉奸女流氓 七号讲 当然七号也是听那大婊子讲 他每天都少不得男人 甚至跟干爹 继父都上床 猪口不如 他玩的男人 要用火车装 飞机运 但是尝过太监 那核桃壳的滋味后 其他男人 也该不要了 他把太监 当宠物养起来 高围墙 大花园 一堆佣工 好吃好喝 什么都有 就是没自由 出门有保镖盯着 回家有狼狗看着 这日子过个十天半月 那是神仙 过久了 就是坐牢 关键 他是出名 出头的大汉奸 本是太监要除杀的对象 现在却成了他玩物 这是让太监最难过的 你日后怎么跟国家交代吗 他应该趁机把他杀了 爷爷突然冒了一句 老保长用一种 谴责的口气顶撞爷爷 就你聪明 人家也不是吃素的呀 人家吃的味精 比你吃的盐还多 轮不到你来聪明 他知晓太监以前是 军统特务 绑着他 一到手 就给他盖印章 把自己名字 盖在他肚皮上 还你们晓得 你家外孙就见过 太监肚皮上 本是被那些女鬼老 绣过字的 一行大字 横着绣 下面是一个箭头 箭头两边正好有个空 他就在空处 添上自己名字 拍好照片 照片锁在保险柜里 这样你杀他也没求用场 照片是证据 他们想好过 你太监搞他又杀他 你外人多半会想 这是秦场上的屁事 不会是国家大事 后来太监吃的就是这枯头 跳进黄河也说不清 这是后话 话说回来 说到这儿老包长吃了一口茶 接着说 当时太监 还有好的盼头 想有朝一日 跟组织接上头 可以利用他搞情报 当初他在上海 跟那些女鬼老鬼混 就是这样 利用他们搞情报 现在只要接上组织 他就可以打到大老虎 干嘛不试试看 人就是这样 往回看 什么人都可以做诸葛亮 往前看呢 诸葛亮也要被气死 太监想的美好 可下场不好 一年多下来 都接头不上组织 他组织在上海 北京人生地不熟 又时刻被人看着管着 哪容易接上组织啊 接不上组织 做不成事 他就成了那女人 饲养的一条狗 女人是大汉奸 他就是大汉奸的走狗 最后被国民政府判刑 关在北京一座监狱里 讲到这里 老包长停下来 又问父亲 他在北京坐牢 这历史你知晓吗 父亲没有出生 大概是在摇头 老包长接着讲 是啊 这历史污脏 他一向对人瞒着 可这回我听闻 他主动对公安交代了 所以我怀疑 公安真的给他上了药 否则他死也不会讲的 我了解 他后来又回国民党部队 去当了军医 坐牢怎么当军医 照你这么讲 他后来又怎么能去当解放军志愿军呢 那事情在变的嘛 他妈的 他这辈子 简直跟牢房结了仇 之前做日本老的牢 之后做国民党的牢 马上又要去做共产党的牢 不知这一次 还能不能出得来 事情就是这样 这日本老投降后 他被判汉奸罪关在北京 当时叫北平 炮局胡同的陆军监狱 这是归国民党中统管的监狱 中统军统是对家 也是一家 反正都是特务机关 这些我后来都是搞清爽了的 因为有一天 我被军统抓去审问了 我本来是靠在床上听的 后来老保长去猪圈撒泡尿回来 入座前拉了一下椅子 一下改变了朝向 有些话我听不大清楚 只好下床 坐在爷爷的躺椅上听 我把躺椅拉到门背后 再把门稍稍吸开一条缝 比刚才听得更清楚 这是一个月黑之夜 月黑生风 风从门缝里一缕缕的切进来 吹到身上已经有些凉意 椅子上搭着一条棉毛薄毯 爷爷有老寒腿 经常拿他捂膝盖和小腿 毯子上附着爷爷的体位和脚气 我是在爷爷的脚气中长大的 小时候我总要抱着爷爷的脚 才睡得着 现在抱着毯子 感觉又像是抱着爷爷的脚 昏昏欲睡 但我又不忍睡去 村里的老人 不一定记得自己生于哪一年 却都牢记日本老投降的年份 是民国三十四年 也就是公历一九四五年 爷爷时常讲 这一年夏日里的一天 美国老在日本投下一颗原子弹 隔两天又投一颗 然后日本老就乖乖地宣布投降了 用老保长的话讲 美国老的两个蘑菇蛋 把日本老的两个卵蛋都炸成了肉酱 但同时也把它炸成一个穷光蛋 晦气鬼 以前在赌桌上的进账哗哗出去 挡不住 催哭拉朽的 鬼子投降出气 瑶子里生意出奇的好 嫖客赌棍洪水泛滥的都 都是趁乱作乱 略到横财的贼鬼烂老 赌注吓得大 心眼黑的辣 不守规矩耍鬼名堂 老保长不知深浅 不出半个月 老本已经输个金光 他又不甘心 借钱去赌 又输光 欠下一屁股赌债 剩下狗命一条 债主怕他赖账跑路 把他拨光衣服 关进瑶子地下室 派出七号去搬救兵 筹款来要命 而七号 却从此一去不返 这也是符合 这些号的人性的 眼看老保长 只有等死 却意想不到 等来了救星 一日上午 窑子里外 清风宿静的 人都还在睡大觉 只有院子里的花草 醒着 在阳光下 争齐斗艳 土姑纳心 突然 院子的珠宏大幕门 被声声撞开 闯入一个女子 人称长官 三十出头 长得标致 穿得普通 却是一副凶相 带了一队宪兵 进门就放了两枪 把两条嗷嗷叫的狼狗杀掉 然后封死门前屋后 实施抓人 抓的是那个大婊子 那会儿大婊子正在浴缸里洗澡 当兵的不赶进 女长官亲自上阵 三下五除二 用一个被套 把他裹个岩石 对他当场审问 审问完了 交给当兵的压上车抓走 女长官不走 指挥手下 在大婊子住的两层楼的 一楼客厅摆好桌椅 叫人把隔壁三层楼里的所有号 一个一个带过来审问 审问分两项内容 一是要他们揭发大婊子 做汉奸的事 二是向这些人打听上校的下落 当时老保长 已经在地下室 关了三天三夜 当兵的发现他的时候 他已经饿得肚皮贴在了背脊上 脚掌在了手上 走路得靠手扶着墙走 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 第三十四集 老保长走出窑子的地下室 已经累到口吐白沫 要死不活的样子 窑子里零食很多 饼干 糕点 糖果 香烟 酒水 像农家院里的鸡粪四处散落着 我欠什么吃什么 吃到又是口吐白沫没吃 女长官最后一个提神老保长 那时太阳已经西下 院子里一棚芙蓉树 在经受一天阳光的曝晒后 花朵捏答答的 但夕阳的光芒 仍然照着他一团桃红 红的刺眼 此时的老保长已经死过两回 一点不怕死 他知道要去见谁 做什么 因为那些号受审回来 叽叽喳喳的 把女长官形容成了一个女魔头 目光刀子一样间 发火时 把乌黑的手枪从腰里掏出来 拍在珠红漆亮的桌面上 那是那个大婊子的餐桌 老保长曾在那吃过饭 印象很深 桌面光滑的像绸缎子 红亮的像漆过血精 可以对他照镜子 老保长满嘴酸水 打着宝格 在红桌子面前坐落时 首先从桌面上 看见女长官的脸 晃晃悠悠的像浸在水里 起先我一直低着头 我不敢抬头看的 又惦记着桌上 有没有手枪和刑具什么的 别偷偷看 没有手枪 没有刑具 什么也没有 桌面像镜子一样干净 只见桌檐上 织着两只 绣着浅白碎花的肘子 中间夹着一张女人 模糊压扁的脸 桌子底下 翘着一副二郎腿 左腿搁着右脚 露出右脚 白皙玲珑的脚踝 此时的老保长 对女人的心肠 基本上还是一个糊涂蛋 但是对女人的身体 已经研究透了 他看着脚踝就知道 这一定是一个声像标志的女人 身形偏瘦 年纪在三十岁上下 抬起头来 女长官发话了 你是这里什么人 怎么身上臭哄哄的 老保长抬起头来看她 左看眼睛发亮 右看脑袋发黑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在这个地方竟然遇到的是她 老保长以为自己 还是关在地下室做噩梦呢 他扭自己的大腿 大腿生生的疼 看窗外 斜阳的光芒 从窗洞里亮亮的射进来 绝对不是在地下室 再看那个女长官 左看是她 右看还是她 而且女长官刀子一样尖的目光 在老保长痴痴的注视下 消铁如泥一般 明显收起了光芒 露出了疑惑和惊讶 也可能是惊喜 刚才还是月黑风高 而风是会拨开乌云 吹来月亮的 食指鼓励食月 蛇虫百至 死掉的死掉 躲掉的躲掉 销声匿迹 夜深人静 当老保长闭口时 我听得见月光 在屋顶上走动的声音 他们赶着黑暗 走入天井 爬上墙 天井变得更大 也更静了 爷爷曾经说过 月光爬上墙 人爬上床 这是劝我睡觉的道理 爷爷讲道理的水平 一套一套的 睡觉是睡觉的理 起床有起床的理 什么东西都有理 要讲道理 我笃定 爷爷的水平高高在上 没人能占他上风 但讲故事和吵架 老保长的水平 绝对在他之上 老保长吵架 草爹日娘 聚聚带把子 可以把死人弃活 活人气死 而讲故事 能从堵桌上 讲到想床上 从白花花的银子 讲到白生生的身子 从白生生的身子 再讲到暗搓搓的窑子 可以把每个好人交坏 老保长见酒就喝 喝了就醉 醉了就讲 不分场合 不知疲倦 一个故事能讲几十上百遍 也把好多好人 交坏几十上百遍 至少在心里吧 你看他不停地 把一个个老故事 颠三倒四地讲 以为他早已倾家荡产 想不到还埋着 这么大一个金矿 我无法想象 一个整天醉酒糊涂的人 是靠什么锁住 这个金矿的 正如无法想象 一个老酒鬼 守着一缸老酒 不喝一口 这个事实 让我对老保长 肃然起敬 我觉得 我们所有人 都应该尊敬他 月光在老保长 不语时 显得更凉 好像沉默 真的是金子 可以发光 照亮月光 老保长讲 故事有门道的 没讲到关键处 总要停下来喝水 重新点一支烟 这是吊人胃口 也是为了把故事 讲出门道 好像讲不下去 其实是要个停顿 摆个样子而已 摆完样子 老保长又开始讲了 这女长官是什么人呢 就是把太监 调去做军统特务的那人 这人你们总该听闻我吧 太监救过他命 还给他当过接生婆 我头一回去上海 在太监诊所里 曾跟他撞过一面 半夜三更 他乘一部黑轿车来 那天真是见鬼了 我不该在诊所 反而在 他已经该在诊所 反而不在 这两个反而 好像是摸了他两只奶子 叫他很生气 对我一通训和审 好像他是警察 我是流氓似的 好像我真摸了他奶子 他那奶子是蛮苦的 条杆也上好 手长脚长的 上床笃定是把好手 可那时我在窑子里 已经玩了一只金元宝的女人 吃饱了撑的 红烧油肉也不想吃 我只是奇怪啊 他一个女的 年纪轻轻 怎么熏人的口气 那么老道 跟练过似的 张口就来 接二连三 句句盘到我底细 我照太监事先教的 讲土话 装傻子 一问三不知 只管点头哈腰 裴笑脸 他看我是个土鳖 听不懂他话 回头自己翻箱倒柜 寻了一些酒精纱布走 这是我才知晓 他来找太监 是去救人命的 太监不在 只好自己去急救一下 临早他交代我 要太监回来后 迅速去寻他 他叫江太公 完了想起我是个笼子 他从头上拔下一只玉簪 丢在岸台上 意思是 这代表他 他头上 本是对着插着两只三子 拔下一只 头发散开一柳 他索性拔下另一只 一头长发 瀑布一样卸下来 散在肩头 披在背上 拖到腰线 他穿的是草绿的紧身旗袍 配上一身乌黑长发 整个人顿时柔媚的 闪闪发光起来 像乃兆 明明是夹盖一层 却比扒掉一层更撩人 他很会打本自己 用手上的簪子 把头发稍稍理一下 又活活添一份妩媚 又窑子里那些号的姿色 但又比那些号 雅致清洁 我看着他出门 一扭一扭走 钻进车门 那摇身 那屁股 把黑暗都照亮 我当时想 我操他妈的 老子睡了一只金元宝的号 都不及他漂亮 我后来跟那些号来事时 脑子里经常的想的是他 有时不行了 乌龟 一想起他就行了 跟女人那个 紧要的是响头 那个是次要的 老保长那个那个的 又是满嘴下流话 爷爷听不下去 让他别讲这些 他还不高兴发脾气 说要走 走是假 讨个好是真 父亲赶紧出来打圆场 连声说好好好 地烟又点烟 劝他接着讲 从后面讲的情况看 老保长好像真有些生气 至少是泄了气 讲得扶皮潦草 要不断追问 才能问清一些事实 后来的事就简单了 老保长讲的语言不详 声音里透出一股 没有泄尽的怨气 他派我去北京找太监 谁 谁派你 这还用问 当然是江太公 那 这个江太公 怎么知晓他在北京 你说呢 人家已在那儿 拎人审问了一整天 什么事不知道啊 这些风尘女子 哪有什么道义 基本规矩都没有的 包括七号 也是下三流 你好他好 你不好他更不好 面对宪兵 面对这乌黑的枪口 他们可以把肠子 奶子都掏出来 这他妈就是婊子 总之 审我之前 他已从各路打探到 太监曾被那女汉奸 弄去北京养着 当时的女汉奸 刚在北京被抓牢 报纸上都登了的 他自然想到太监 可能也被当汉奸抓牢 你想想看 汉奸养的男人 能是好人吗 一条吃里爬外的狗而已 不抓他抓谁啊 谁了解他太监的底细啊 只有他江太公 他想救他 便派我去找他 我就这样去了北京 当时叫北平 不 你先别去 先讲明他干嘛派你去 他手下那么多病 干嘛非派你去 就是 干嘛 老保长提高声音 分明是冲着爷爷撒气 因为养他的人 是个大汉奸 抱上灯着 风口浪尖的 社会上都睁大眼睛盯着 你不先摸个底 就派人去公事公干 不遭人风言风语吗 万一太监真做了汉奸呢 多难看哪 派我去 能进能退 进可以救他 退可以放手 不管 你以为他江太公的名头是白取的 他心机比江太公还深厚 事事想的周全 进退自如 他非常清楚 除了派我去 找不到第二个合适的人 老保长是以上校娘舅的身份去北平的 父亲以往 母亲一双裹成粽子一样的小脚 不便出远门 就派娘舅去寻 名正言顺 为了把事情做实 江太公先安排老保长回了家 和上校的母亲合了一张影做证据 这个事情很简单 麻烦的是老保长两手空空回来 先前点给当铺的田产房器 掌柜的着急要转手 一堆手续要办 此时他作为保长的名头和地位 已经塌掉了 人家发了国难财 在镇上有钱有势 比他狠 不办手续就关你黑屋子 周折一番 七八天过去 等他回到上海 已经挨到了农历十月半 在上海又耽搁了数日 出发的日子正好是十月半 这日深夜十点 江太公亲自开吉普车 把他送到火车站 一路上 四方瞅见磕头烧纸钱的人 街头巷尾香火缭绕 鬼影重重 十月半 是又一个鬼节 俗称下园节 是三大鬼节的收官之节 在这个日子上路 老保长的心头 多少有些不祥的预兆 第三十五集 火车一路北上 也是一路停 一半是临时停 停下来都是一件事 查证件 抓汉奸 这年月 汉奸不是关在监狱里 就是逃在路上 火车人多 好掩护 是汉奸逃跑的首选路线 老保长手头有一本证件 是江太公给他背的 蓝面子黑印章 有剑官高一级的权威 坐他对面的是一个书生模样的中年人 戴着眼镜 穿长衫 眼少笑多 待人彬彬有礼 首次查证件 他顺便刮了一眼老保长的证件 然后便对老保长恭恭敬敬 给他递烟买包子 跟勤务兵似的 车上有不少军人 士兵军官 三五成群 一三赫四 把自己当战斗英雄 把不以百姓当鬼子 手下白将 想训斥就训斥 要坐位就得让 横行霸道 书生悄悄地对老保长讲 中国要有这么多战斗英雄 日本老早该滚蛋了 这也是老保长的想法 两个人因此有好感 一路攀谈 车到镇江 要加挂一节车厢 据说车厢里全是黄金 和保卫黄金的机枪和机枪手 黄金哪里来的不知道 只知道是要去南京 火车迟迟不发 两个人在月台上抽烟散步聊天 一个大大咧咧 一个毕恭毕敬 一前一后一问一答 倒真有些主谱的样子 上车前 书生从随身拎的皮包里 摸出了两盒烟送给老保长 请求他做随缘 老保长纳闷 天下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呢 对方以为他在犹豫 又塞给他两块银元 这反而引起老保长一些犹豫 怀疑那个人来路不正 但又想 前一回查过了这个人的证件 没问题的 看这个人的样子 也是有模有样 可为什么这么客气呢 老保长先接过银元 揣入胸口的暗带 再接过烟塞入裤兜 然后拍拍书生的肩膀 以保长的口气说道 好 就说不定了 转眼他又退了一步 要不我做你的随缘也可以 不不不 我是随缘 我是你的随缘 随后一路上 老保长都把那个书生 当随缘向人介绍 而那个书生 也一口口称老保长为头 赵不周道 老保长心想 这真是遇见鬼了 平白无故捡个大便宜 火车总是停 也总是在开 只是慢 徐州是个大战 下渠半车人 一路拥挤的车厢 一下空出不少座位 老保长对随缘讲 这才叫做火车 刚才连牛车都不是 满车厢都是屁臭吵闹 随缘就讲 待会将上来更多的人 随缘是有远见的 后来果然上来更多人 车厢里人头攒动 连行李架上都爬满了孩子 他们根本不敢下来 下来就可能被急扁 不过随缘是看不见这些了的 因为他在这些人上来前 已经被宪兵带走 虽然他身上有证件 但宪兵手上有他的照片 在照片面前 证件屁都不是 哪怕老保长 把他自己的证件 调给那个书生 也免不了他的罪 因为他是在逃的汉奸 这件事情 让老保长受到了教训 好像身边每个人 都可能是汉奸 后来一路上 他再没有接人家一支烟 随缘给他的烟和银员 也如数交给了宪兵 因为这是他受骗的证据 必须交出来 事实上老保长不缺钱 江太公是给足盘账 和开销费用的 包括郁寒的棉大衣和大棉鞋 虽然是二手货 兴许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 但是到了北平 没有他们你可能成死人 是被冻死的 火车一路北上 季节一路入冬 农历十月半的上海 白日是夏天 夜里是秋天 到了北平 日里夜里都是严冬 北风呼啸 寒风凛冽 火车在半夜里 在一层雾白的霜气里 开进了北平 头一夜 老保长将就寄宿在了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旅店 因时之凌晨 他跟店小二讨价 只付了半夜房费 小二同意了 同时也刻薄他 把他排进了没有暖炉的一间冷屋 冻得他头皮发麻 轻鼻涕直流 第二天 他住进一个四合院 院子内蹲着一颗鼓松 形状古怪 诸如式的杆粗个矮 枝压曲直有度 有造型 明显是人工精打戏做过的 七八间正屋偏房 都贴着白纸黑字的封条 单有一间造屋和下人寝室 门窗上贴的是红色简纸 有字有图 内容都是喜庆的 只是历经风吹 日晒 一律褪色 有的破损 有的卷脚 与四周的封条 合配出一副败落像 一个断首老 守着偌大一个空院 寂寞 使他对老保长的到来 绽放出热烈而夸张的笑容 这也是老保长心里的笑容 因为他预感自己时来运转了 盘缠证件照片 是寻不着人的 寻人得靠人 当地人 地头蛇 就像爷爷说的 强龙不压地头蛇 天大地大地头蛇大 江太公在上海 是一条暗戎 地头蛇 而各地的暗龙地头蛇 是响应的 如官官相护 青帮黑鹿私通一起 一个样 临行前 江太公交给老保长三封信 密封 编了号 一二三 张三李四单位地址 一一写明 让他依次去寻人 运气好 三人中必有一个 会认他这个娘舅 帮他去寻见 可能落难的外甥 寻到人应该如何 和待应 一是一二是二 分门别类 都有相应方案和禁令 不能擅自发话 只能照令传令 运气不好 录录不通 他自信回家 销毁证件 不准对任何人提这件事 提了江太公也不会认 还会当他骗子论罪 老保长没想到 运气出奇地好 寻的第一个人 也就是一号信主 便认下了他 待他客气 安顿他住处 满口答应他所求 与外甥见面 好似外甥就在他工厂里做工 可以随时安排他们会面 还让老保长先去洗尘歇歇 老保长便来到了 这一幅败乡的四合院 见到了断首老 这个院子曾经是一个汉奸窝 观着太多汉奸的故事 断首老靠山吃山 满嘴巴都喷着一个个汉奸故事 几天几夜讲不完 到了这个时候 老保长恍然有误 江太公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忌惮和禁令 因为这年月汉奸实在太多了 当汉奸实在太容易了 上校被大汉奸包养 罪名上已是汉奸 谁敢保证上校实际里 不曾试过节呢 试过节 江太公周折此事 便是自取其辱了 断首老是有故事的 他曾经是飞行员 去过美国到过缅甸 跟鬼子打过空仗 最后一仗飞机坠落悬崖 一个大铁家伙摔个粉碎 而他却命大 只摔掉了半只胳膊 老保长跟他一个炕上睡过几夜 对他印象深有感情 讲他讲个没完 直到爷爷和父亲 把他拉回来 这人的故事大 一时讲不完 改天讲吧 对 现在讲上校的事 他在哪里 第二天晌午时节 便有人乘黄包车来 又乘黄包车去 领着娘舅 去那胡同的监牢里 会见外甥 我在空屋里等着 眼看芋头压一人出来 干湿的瘦 贴一个光头 穿一套脱壳棉衣裤 我根本认不出他是太监 他瘦得脱行了 又出格的白痴 像一头饿死的脱毛死猪 眼珠子从框子里凸出来 腮帮的扁进去 两撇牙床 青筋一样抱着 我他妈死活都认不得 我认不得他 他认得我 对我哀一声 问我怎么来了 我连忙一口口叫他外甥 一口口自称娘舅 给他看我和活观音的合影照 讲他在四方寻儿的罪过 他觉得异样配合我 也叫我娘舅 问家里一些事 芋头虽在身边 我们讲土话他听不懂 却也不来阻止 其实是容许我们讲些丝话的 我便把江太公对我的托付 他设定的要求 原话讲给他听 江太公让老保长转告上校 必须要讲实话 有没有被鬼子收买过 做过汉奸的事情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有没有 江太公都会帮他 但有是有的帮法 没有是没有的帮法 所以容不得一丁点虚假 弄虚作假 最后会把大家都给害了 上校听过先是激动 满脸涨红 骂了一通脏话 眼眶子里满是泪花 是受尽冤屈侮辱的样子 平静下来 他一字一字 对老保长保证 你回去告诉他 我对天发誓 老子除了自己被糟蹋以外 没有遭到国家任何一个人 一件事 有一个家子 天大雷皮 老保长就照话传话 那你就给他写封信 讲明清过 指明事实 深渊喊渊 信上要盖上写手印 第二天 按照约定 差不多时间 又是同人同车 带老保长去同一间屋语上校会面 上校整夜没合眼 脸色更惨白 乌珠却是血红的 血乌珠下是一对黑眼圈 看着叫人心酸心痛 上校已经写好了两封信 一封给母亲 一封给江太公 一封封交给了老保长 对母亲的信 上校不犹豫不多余 只交代了一句 让老保长 跟母亲什么都不要讲 就讲他一切好好的 他信里也是这么写的 对另一封信 上校好像是在称重似的 你在手里好久才交出来 再三叮嘱老保长 一定要亲自交到 江太公的手上 这信虽然封了口子 但我还是偷偷看过 我好奇他在讲什么呀 拆开信 却吓得我不敢看了 为什么 五张信 张张写满字 每一个字都是用斜写的 最后盖着五个大斜手指印 那看得我呀 虽然没看内容 可已经叫我看得哭了 我心想 这太起真他妈命苦啊 如果可以以罪换罪 我当时的心情 真愿意替他坐牢 哪怕死也情愿 反正我已经家破人亡 穷王蛋一个 活着也没求意思 你不如替他死 这一天 上校的心情 较日前沉实许多 还跟老保长拉了一些家长 他知道老保长已经把家产败光 还欠了一屁股债之后 直摇头 讲这些黑道的人 你是惹不起躲不开的 迟早要找老保长还账 老保长讲 他只剩下了狗命一条 账是还不起了 只有还命了 上校沉默了大半上 向芋头讨来了纸笔 当场给江太公另写了一段话 他告诉老保长 他手下被捕后 相关人是有防备的 转移了住址 暂停了联络 后来大家看那人没辩解 以为没事了 又出来联络 恰恰这时他又叛变了 把一组人都害惨了 但上校转移后的新住址 只有江太公一人知晓 公司财务都在那儿 如果不出意外 他认为江太公应该收着他的财物 上校补写的话 写的就是 如果江太公收着他的财物 让江太公替老保长还掉赌债 后来老保长就是这么还掉赌债的 用的是上校的钱 躲掉了货水 据我所知 江太公确实收着他的财物 后来也是都还给他的 包括你们见过的 那一盒子金字打的手术刀具 他替你还了多少赌债 你不是只准我讲太监的事吗 这是另一回事 我不想想 当天确实没有讲 后来爷爷告诉我 江太公问清老保长赌债的数目后 狠狠地扇了他两个大巴掌 一个巴掌只一根他拇指一样粗 筷子一样长的金条 爷爷就说 把我们家房子卖掉 也买不来这样一根金条 那么等于上校给老保长造过两栋 比我们家还大的楼房 这样 我一下子就理解了 老保长为什么那么保护上校 一直为他封口 也敢为他冒险 同红卫兵斗争 就像爷爷说的 重金之下 必有永夫吗 第三十六集 周折的火车票 有限地周转了断首老多日寂寞 也给了老保长多方见识 比如空军的来历 汉奸的等级 中统和军统的关系等等 在断首老嘴里 中统的特权要大于军统 但从火车票的周来折去中 老保长认为他在吹牛皮 至少一号信主的权利 大不如江太公 当初江太公手上根本没票 仅凭一本证件 把吉普车开进火车站 直接就把他送上车了 而一号信主却为一张票 让他干等了三天 好没有派头的 临行前 老保长又去监牢看上校 这权利一号信主倒是有派头 想去就去 去就可以见到人 事实上 一号信主就是这监狱的头目 他已经在短时间内 给上校调整牢房和工种 当老保长去同上校告别时 上校身上暖哄哄的 鼻头鹅脚都红热的 想刚从澡堂子出来 上校告诉他 他现在的工作是烧锅炉 这是这里冬天最好的工种 分手前他交代我 回去要同江太公讲 国共军队已经在东北 山东 山西局部开战 第三次全面内战 势在必然 让江太公把他丢到战场上去送死好了 他死之前一定能救活一些人 后来果然如此 内战火势越烧越大 前线军医只嫌少 他耀武扬威的金医刀本是名声在外 江太公只需掠尸小计 便有在东北腐顺浴血的司令长官 以一纸命令把他调到前线干起了老本行 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 在鲜血淋漓的生死线上 上校最擅长创造传奇传播英明 第二年夏天 有人曾在东北战报上 为上校写过一首诗 洋洋洒洒几十行 其中有这样一段 我看见了死亡的猙獰 血盆大口 獠牙双击 他悄悄来到我身边 手上钳着金字光芒 嘴里含着绿色钥匙 生死一夜指 阎王是活鬼 他最巧于对死鬼施令 让阎王回归人的良心 战火自北向南一路烧 解放军一路围追堵截 上校随国军一路败退 最后退到了江苏镇江 阴差阳错 当了国民党海军军衣 后来一夜之间 他的部队弃暗投名改了姓 解放军倒是讲道理 对不愿意改姓的官兵 不歧视不苛刻 可以选择回老家 并且发放盘缠 那时 上校已经看透了 荣辱生死厉害 生活里最看紧的东西 是他的猫 对部队姓什么无所谓 他只关心一件事 当解放军 能不能继续养猫 能就当 不能则罢 他抱着猫 去找解放军一个领导 问情况 领导对他讲 养猫还是回家便当 于是 他回手术室 收拾好手术器具 这是上校拿自己的金子打制的 属于个人财产 然后他准备去操场 领盘缠走人 他抱着猫 走出了弥漫着 混乱和药水气味的 红砖门枕楼 去到操场 排在一长六等着 领盘缠回家的队伍里 他的猫哪里见过这个场面 不时的喵喵叫 壮胆子 引来不少好奇的目光 一个负责维持现场秩序的解放军 讨厌着猫 也讨厌这个人 准备去批评他 甚至打算把猫搅走 交给吹士班去烧一道荤菜 解放军提着枪 气呼呼地冲过来 见到人却笑了 他们是老乡使 几个月前 就是他把太监绑去给他们大首长救命 这以后的事情 反正你们都知道的 我就不讲了 确实 以后的事情 我都知晓了 大首长带着上校 先驰骋在长江两岸打国民党 然后熊啾啾跨过了鸭绿江 去抗美援朝 打美国佬 打谁都需要军艺 上校是最好的军艺 把上校留在身边 等于给性命留了一条后路 阎王爷找上门 可以抢命 从此他一直跟着大首长 走南闯北 就此扶伤 立功受奖 享尽金一刀的名誉 后来 从朝鲜回国后 本来是英雄 可以过好好的日子 可不知怎么的 又跌了跟斗 被开除军级 遣返老家 重新当了农民 所谓的不知怎么的 不是没有说法 而是说法太多 有人说他手术失误 害死了一个师长 也有人说他调戏父女 被人告导 还有人说 保他的大首长出事了 殃及驰鱼 总之行行种种 反而不知怎么的 月光爬在墙上 久了 累了 都从墙上下来 匍匐在天井里 把灰白的地砖 照得冒出冷气 我捏手捏脚 坐在门背后 久了 也累了 真想回床上 去躺着听 但又怕去床上 有些话听不清爽 老保长讲话带着久幸 易阳顿挫的 飞阳时捂着耳朵 也钻进来 下挫时竖起耳朵 也听不见 所以我一直熬着 不敢上床 天不寒 但地上 已经浸透凉气 我从床上下来 只穿一个裤头 单薄一层 坐久了 就觉得冷 好在 还有一床薄毯 老保长 大概也是累了 没个收场 说走就走 哎呀他妈的 几两股都支不起了 走了走了啊 走了 椅子脚在地上 发出撕心裂肺的挣扎声 然后便是 扒塌扒塌的脚步声 向天井的方向扒他来 爷爷哀了一声 想挽留他 哎 别走啊 你事情还没讲完呢 讲完再走 老保长一边走一边讲 哎呀完了 都讲完了 走到天井 他停下来抬头看了看 你看 月亮都直射了 该是紫夜了 早点睡吧 你没事可以睡懒觉 你儿子明早还要替你挣公分呢 走了走了 爷爷不准他走 追到天井拦住他 批评他 你上海北京的讲了一大痛 关键的东西还没有讲呢 怎么能走 讲了再走 什么东西 你别装糊涂 那东西 他肚皮上的字 老乌头啊 你他妈不愧是老乌头 我他妈绕了一大圈子 就想把你绕晕 忘掉这东西 你居然还惦记着 我还没有老糊涂 他一半身子已经走进了我的视线里 我可以看见他手上燃着的烟头 在月光下淡薄的红 像块熄灭似的 好吧 老保长倒爽快 既然你惦记着这事 我满足你 反正公安已查过 迟早要传出来 我就让你想个先吧 写的这东西 我看见老保长的手伸进了我的视线里 往爷爷的裤裆处捞了一下 吓得爷爷一步后退 完全进入我视线 爷爷骂他 你干什么 老流氓 老保长哈哈笑 一边也走进了我的视线里 对爷爷说道 你不是让我讲 他肚皮上写的东西吗 写的就是这东西 吓流死了 我老流氓都不好意思开口 这时 父亲也走进我的视线 挨着老保长立着 老保长看看父亲 又回头看看爷爷 挨了一口气 声音低下来 但四周静得很 一字一句都静静地送入到了我的耳朵 老乌头啊 你别怪我嘴脏 是你一定让我讲的 他干咳了两声 像要给脏东西做个掩护似的 我听到的情况是 听见没有 我也是听来的 还信不信有你 真不真 有不得我 又干咳了两声 像要把脏东西咽下去 但兴许是被爷爷的目光逼簇着 终于吐了出来 自分两相 主相 是上海那些女鬼佬秀的一句下流话 这条只归日本国 横排在肚脐眼下面 然后是一个直的红箭头 直插到阴部 副相 是北京那女汉奸秀的自己的日本名字 四个道 树立起在箭头两边 什么字我忘了 我记不得老保长还说些什么 那句话像一个手榴弹 把我和爷爷以及父亲 一时都炸晕过去了 等我清醒时 老保长已经影子不见 只听见弄堂里响着一个 拖沓的脚步声在远去 爷爷和父亲 像一对木桩一样杵着 无声 明显是还晕着 爷爷比父亲先行 他看看父亲 似乎要催他行 少见的骂了一句娘 然后咕弄着说 鬼子就是鬼子 什么鬼事都做得出来 什么好东西 都想归他们霸占 父亲如梦初醒 睁睁地望着爷爷 仿佛是被月光吸走了魂 爷爷四周看看 像是在寻父亲的魂灵 接着又骂了一句 上前拍了一下父亲的肩膀劝他 去睡吧 确实不早了 爷爷说着走出了我的视线 我知道他要去猪圈解手 父亲追了上去 也脱离了我的视线 但声音我依然听得见 虽是怯声声悠悠的 这你说会不会加重他的罪行 爷爷回答不了 叹着气沉吟道 哎小不得是不是真的 沉默了一会儿又开口明显是在安慰父亲 就算是真的你也不用怕 他命里是有贵人的 保不准又有人会救他 我们就在心里啊 给他求其个贵人吧 随后父亲一直没有出声 爷爷解完手回来又劝他去睡觉 他仍旧没声响 爷爷已经呼噜呼噜 我一直侧着身 睁眼盯着门缝里射进来的一束月光 阻止自己睡着 我在等父亲上楼的声音 等啊等啊 等啊等 眼看着那束月光一点点打斜 一丝丝淡若 最后黑掉 我不知是自己睡着的缘故 还是门板挡住了月光 还是乌云遮住了月光 我只知道 半夜我被尿憋醒 迷迷蒙蒙跑去撒尿 经过前堂时 一头撞见父亲跪在地上 再对祖先磕头 第二天 我注意到父亲的额头上 有一块乌青 我看着 就想哭了 第三十七集 经浙不动土 春分不上山 清明吃清果 冬至吃白饼 立下小满足 大雪照封年 鲤鱼跳龙门 雷弓进屋门 朝霞不出门 晚霞行千里 这些 都是爷爷讲的 爷爷跟我讲过 也跟表哥讲过 有时也跟 非亲非故的人讲 有一回 我看到他在路上 拦下我的几个同学 考他们 你说说 为什么经浙不能动土 谁知道呢 谁也不想知道 你不想知道 爷爷还会告诉你 因为经浙 是蛇虫百智 苏醒的节气 地里土里 都磕着各种 幼虫胎卵 焦气得很 动了土 就要了他们的命了 哪怕害虫 也是性命 要让他们 投胎活一世 不能叫他们 投不了胎 死在胎盘里 这是做人的骑马 你不知道 爷爷哪里来的 这么多道理 正如无法知道 老宝掌 哪里来那么多女人 而且两个人 都爱宣扬自己的特长 村里有各种传言 不让老乌头讲道理 他就上头疼 不让老宝掌 讲女人 他就下头疼 上头呢 是指头脑的头 下头就是 那个部位了 算了 小孩子有些话 是不能讲的 否则就是老脸皮 爷爷说过 树老皮后 但世间最后的皮 是脸皮 老脸皮 小孩子不能老脸皮 少时老脸皮 老来 没脸皮 当然 这肯定又是爷爷讲的 老宝掌不止一次讲过 如果道理可以当钞票用 我们家笃定 是全村最富裕的人家 我们家并不富裕 这话是带点 笑弄爷爷的意思 爷爷不听见则罢 听见一定要顶他 有的时候 爷爷会说 如果做人不讲道理 吃再多的饭都是白吃 穿金丝绸缎 也是马戏团里的猴子 有时候他还会说 你就是不懂做人的道理 把女人当钱用 结果呢 变成穷光蛋 老光棍 有时候 爷爷会这么说 你要笑话我 得重新投胎 从头学习 让我来教教你 害臊 实相的道理 道德 这就等于是骂人了 骂老宝掌 不害臊 不实相 不支持 总之 在做人上 爷爷在老宝掌面前 是有道德 优越感的 口碑在哪 道理在哪 这年冬天有点反常 冬至节出大太阳 小寒不出霜 大寒不结病 整个腊月 没有落一场雪 只下了几个雪珠子 老天似乎在体恤上效 不让他孤苦伶仃 在监狱里受寒挨动 政府似乎也在同情他 迟迟没有对他宣判 从被捕之后 几个月里 关于判决他的传闻 接踵而来 好几次都是有鼻子有眼的 有时间 有地点 地点是公社中学操场 时间一会儿是冬至节 一会儿是某个赶集日 但几次落空后 慢慢大家也就不大关心这事了 大冬天 村子里是不大声事情的 精壮劳力 大多被派去江北修水利 老人和父女 大多都待在家里 生火喷取暖 给孩子纳鞋底做新鞋 只有小孩子在外头乱窜 在干涸的膝床里 翻开石头抓冻浆的泥酒螃蟹 或者刨开洞穴 捉黄鼠狼和冬眠的蛇 我的父亲赵丽也被派到江北去修水利 上校似乎也因此被带走 老实讲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想不起他了 只有偶尔看见猫才会想起他 冬天楼下冷 猫一般不下楼 老待在楼上 楼上你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猫只跟父亲有感情 父亲不在家 他们很落寞的 经常东躲西藏 有点抗拒同我们碰面 实际年关 村子里又热闹起来 最热闹的当然是春节 家家户户忙着拜年 走亲戚迎亲戚 大人都在酒桌上 小孩子都在数鸭岁浅 一般这种热闹 要到正月初十才会冷下来 但这年春节 一场大雪 提前让热闹冷清了下来 是正月初七这一天 一场迟到的大雪 因为来的迟 似乎带补偿性的 下得特别大 一夜之间封了村庄 把我家住眷的茅草屋 也压垮了一角 这天早晨 我在天井里扫积雪 不知怎么的 突然就想起了上校 想起了他的大头皮鞋 对着冰雪 刀割垂击的咔咔声 这几乎是我最早的记忆 年复一年 被唤醒叠加固定 有点牢不可破的一位 这一天 我心里是有些 替上校忧伤的 因为天这么冷 我不知道监狱里 有没有给他 配棉袄棉裤 没有的话 那一定是满受罪的 这天晨午 天还在下雪 老保长突然一身雪花 一声不响 出现在我家天井里 还是节日间 家里有客人 父亲和爷爷 正在前堂陪客人聊天 看见老保长 两个人都起身招呼他 给他让座 老保长却不理睬 一脸杀气 静止走到爷爷面前 二话不讲 抡起手朝爷爷脸上 连扇两个巴掌 一边伤害一边骂 你个老王八蛋 老子操你那土豆 大过年的上门打人 骂祖宗 岂有此理 父亲和客人都上来 连骂带动手 推丧老保长 父亲揪住了老保长的胸脯 把他抵到柱子上 用手牵住他的脖子 狠狠地骂 除非你承认吃醉酒 否则我今天要你的老命 老保长嚷嚷着 我没喝醉 我是替你兄弟打他的 你问他 到底做了什么念 趁着父亲手松缓 他挣脱出来 又冲到爷爷面前骂 你个王八蛋 老子瞎了眼 跟你好了一辈子 父亲拦在中间 责问老保长 你叫屈屈 他做什么念了 你自己问他吧 我反正以后 再不会踏你们家一步 他也别让我在外头看见 看见我就骂 我就打 打死了我他妈坐牢去 我坐牢 你就给我送饭去 真他妈滑稽 整日子对人讲这个大道理 那个大道德 结果自己呢 畜生都不如 老保长一边骂 一边气呼呼地往外走 经过我身边时 我紧张地喘不过气来 我想一脚踢死他 但又怕父亲不同意 因为父亲在场 轮不到我耍威风 我注意到老保长没有喝酒 他身上一点酒气都没有 我觉得他是疯了 想找死 天井里落满了雪 滑脚 他亮亮呛呛地走着 我希望他跌倒摔死 父亲追上去 追出门 消失在了大门口 我来到爷爷身边 拉住他手 想安慰爷爷 又不知讲什么 气氛让我变成了废物 爷爷也是 自挨了老保长打骂之后 一直呆若目击 傻愣着 既不还嘴骂 也不叫苦申辩 好像老保长 事先给他灌过迷魂药 他神志不清了 体面不要了 道理丢完了 成了一个 十足足的糊涂蛋 可怜虫 我既觉得有些可怜爷爷 又觉得这里面 可能有什么古怪 兴许是爷爷有错在先 他认错了 这么想着 我心里少了一些气氛 多了一些紧张 我怕爷爷有错 不一会儿 父亲回来 像老保长刚才一样 也是一脸杀气 一声不响地走到爷爷面前 也像刚才对老保长一样 一把揪住爷爷的胸口 推他到板壁前抵住 恶声恶气地责问爷爷 你给我讲实话 是不是你向公安揭发了上校 是不是 讲实话 讲啊 爷爷你开口呀 不是的 你又不知道上校躲在哪里 没人跟你讲过呀 爷爷你快否认啊 你是冤枉的 爷爷啊 你一向懂得做人道德的 你不可能干这种缺德事情的 爷爷你快讲啊 大声地讲出来 可爷爷一言不发 一声不吭 只闭了眼 流出两行泪 虫一样爬着 鼻涕也流出来 看着这样子 我心都碎了 我嚎啕大哭 像爷爷死了 这个该死的下午 天地是白的 可人是乌黑的 坏人打好人 儿子骂老子 天里黄道塌下来 压得我窒息 心里眼前一团黑 我恨不得哭死 事情很快搞清楚了 确实是爷爷揭发的上校 他虽然不知道 上校躲在大臣村 但他派三姑跟踪了父亲 就知道了 父亲每次去大臣村看上校 因为要翻长长的马皇岭 总是先去三姑家周转 吃饱饭再出发 否则要被马皇榨竿拖垮的 爷爷每月轮流去一次女儿家 那次去三姑家 三姑就讲起 不久前 父亲带老保长去过他家 而在那之前 父亲当着爷爷的面 在老保长的棺材屋里承认 他知晓上校藏在哪里 也答应哪天 带老保长去看他 爷爷一点不老糊涂的 听三姑那么讲 后马上猜到 父亲这是带老保长 去看上校了 以前三姑虽然也讲过 父亲最近常去他家 但不冒出老保长 爷爷想不到这一点 而现在又太容易 想到这一点 这是一个打雷下雨的关系 雷在先雨在后 倒着算酒算十准 再算八九不离十 上校应该就躲在附近 爷爷把情况告诉了三姑 要求下次父亲 再去他家的时候 三姑跟父亲走一趟 三姑是爷爷的女儿 爷爷的话 对于三姑就是圣旨 第一次跟 没想到 要上马黄岭这么远 都是山路 步步要力气 他一个女人家 哪里熬得起 就跟丢了 第二次 三姑派老二根 老二是我的五表哥 十九岁 身子燕子一样轻 眼睛老鹰一样尖 根到底一点没差错 爷爷就这样 掌握到了地址 然后去二姑家 二姑的公公 在县城 开一盘豆腐店 认得不少城里人 其中有个公安局的干部 就是老保长 在公安局的那个亲戚 那个干部是管后勤的 吃喝拉撒都管 多次来过豆腐店 有时宴货 有时对账 一回生 二回熟 便有些交情 通过二姑公公的牵线 公安局的干部 在办公室接见了爷爷 他问爷爷什么事 爷爷从小瞎子 造上校式鸡肩犯的谣言 给我家造成的恶劣影响讲起 把来龙去脉讲了一遍 只怕漏掉 还反复强调 现在村里的多数人 仍然认为上校是鸡肩犯 虽然讲得颠三倒四 干部倒也听出一些头绪 那就是在逃的犯人 也就是上校 肚皮上有字是真 鸡肩犯是假 而村里人却把假的当真的 连带到我父亲 害得我家名声坏了 不好唐正做人 干部很忙 有些不耐烦他打断了爷爷 你想这些有什么用啊 犯人逃窜在外 我帮不了你 你答应帮我 我可以帮你抓到罪犯 我怎么帮你啊 你抓到他 查明他肚皮上的字 肯定不是鸡肩犯 然后呢 然后你公安局给村里出证明 讲明事实 我们讲破天都没用 你们写一张证明就有用 干部终于明白了爷爷的心思 这是一个交易 互相帮助 互相给好处 这是合情合理合法合规的 干部爽直答应下来 爷爷便交出了地址 然后便有后来的一切了 上校被捕 公安来村里贴公告 交易是成功的 双方都满意 交易还有一项内容 干部要替爷爷保密 不准对外讲是他举报的 保护举报人的隐私 这也是合情合理合法合规的 干部也答应了 也遵守了 所以前次老保长 带着父亲去寻干部时 干部客气地接待了他们 但只讲明的法规和道理 不讲案的背景和私情 但是这个干部是管后勤的 经常陪领导吃酒 练出了一副酒量和爱好 春节是难得满足他爱好的节日 走到哪里都有人请他吃酒 公安局的干部嘛 吃你家的酒是给你面子 没有酒也要借来酒请他喝的 前一天 这个干部和老保长一起 坐到了一张酒桌上 他们不是直接的亲眷 中间隔一层的 可这一天机缘巧合 两个人同时来到了 中间这一层这个人的家里做客 酒逢对手喝了一个酣畅 酒后吐真言 干部把爷爷的隐私吐了出来 气得老保长吃醉酒 因为醉酒 老保长睡到晌午才醒 一醒就直奔我家 不论老保长打和骂 不论父亲如何威逼 爷爷既不承认 也不否认 第三十八集 不论老保长打骂 不论父亲威逼 爷爷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不否认其实就是承认 但父亲要弄一个明白 毕竟是他的老子不能莽撞 万一事出有因呢 比如有人架着刀是逼他的父亲讲的 或者是爷爷无意露嘴讲的 性质不一样 他应对也不一样 父亲左思右想 想到了三姑 当天他就冒着大雪去找三姑问情况 三姑经不起父亲的逼问 一五一十交代 把父亲气得当场哭 性质恶劣严重啊 父亲回家已经天黑 爷爷已经上床睡觉了 其实哪里睡得着 他是砧板上的鱼 只等着挨刀子 父亲走了几十里的雪路 又气又累 推门进来没有发话 先坐在凳上 点望一支烟 慢慢吃着 样子是要同爷爷推心置腹 我看着心里一阵暗息 像爷爷得救了 哪里知道 父亲抽完烟 讲的话句句是要人死的 父亲讲 声不高 音偏轻 一字一字 吐出来 你 不是人 从今后 我 不会再叫你一声爹 不会同你 吃一桌饭 不会管你 是死是活 我只管葬你 了你也活不长了 早死早收场 爷爷终于发话 有气无力 断断续续 声音悠得像死人 再留一眼 我 我是 不想让你 被黑过 叫 叫一家人 被 被当贼 看 丢人 父亲 疏得谈起身 像炸弹一样爆开 对爷爷吼道 那黑锅你还背得起 现在这黑锅 才他妈背不起 你看着好了 今后我们一家人 都成了人家心头的畜生 恶棍 保准用口水淹死你 做死你 父亲是半个哑巴 闷葫芦 平时不大开口讲话 开口也是笨嘴笨舌 讲不出个理 要讲都是事 这一回却翻转了 变了一个人 句句是道理 机关枪式地扫出来 可想是盘算了一路 想透彻了 更奇怪的是 这回父亲讲的话 像菩萨一样 句句灵验 没几天 我家接连出了一堆怪事 窗户里丢进一只死老鼠 两只水鸭出门回不来 回来的是一地鸭毛 洒在我家门口 明显是被人做了下酒菜 还羞辱你 我大哥跟人打了一架 因为人家骂他是白眼狼的种草 我去七阿泰小店打酱油 挨脚虎趁机要同我下军棋 这是以往常有的事 这回却被七阿泰扇了一个巴掌 叫他滚 其实是叫我滚 父亲知道缘故 决定认错 大冷天 在祠堂门口跪了一天讨饶 讨到的却是一堆难听话 什么黄鼠狼给击败年 什么既当婊子又立牌坊 什么有本事去替上校顶死等等 听着气死人 这也是他们的目的 气死你 好解他们的气 村里大概只有老保长知晓 我父亲是清白的 但老保长也不体恤父亲 袖手旁观 看热闹 不帮衬他 甚至落井下石 讲风凉话 你就受着吧 老子作恶 儿子顶罪 天经第一 后一句是爷爷以前讲过的话 他套用的 爷爷瘫在了床上 根本不敢出门 因为母亲多次警告过他 出门要受罪 保不准要被人吐口水骂 他不出门 有人找上门来骂 是小爷爷 门耶稣 爷爷的堂兄弟 小爷爷平时满口阿门阿门的善良 连牲口都不杀不吃的 这一回却破口大骂 把爷爷从头到脚骂出了血 他带来上校 从杭州给他烧来的耶稣香 放在我家堂前隔机上 要爷爷对着耶稣跪下认罪 爷爷竟然像小孩子一样听话 冬的一声跪在了耶稣面前 呜呜地哭 一边流眼泪鼻涕 一边骂自己该死 张口骂闭口哭 一点不要体面 而小爷爷在一旁微风凛凛地教训他 你是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啊 他是什么人 你们嘴上叫他太监 实际他是皇帝啊 村里哪个人不敬重他 不念想他好 我就是例子 你对他那么恶 随口骂他断子绝孙 可我出事 他照样救我 不计你恨 也不他妈性观音 只顾念我们好 世上有耶稣 才出这种大好人 他是不信耶稣的耶稣 你对他作恶 就是对耶稣作恶 看耶稣能不能救你吧 我反正是救不了你了 我在一旁望着耶稣 耶稣站在隔击上 背靠着板壁 头歪着 搭了着 手伸着 被钉子钉着 流着血 脚上也流着血 是一副受苦落难的样子 也是要人去救的样子 我突然觉得 爷爷就是这个样子 受苦落难要人去救 那耶稣真的能救爷爷吗 我心里犹豫着 双脚却已经信服 顺从地跪下来 祈求耶稣救爷爷 与此同时 父亲在祠堂门口跪着 爷爷对我讲过 男儿膝下有黄金 宁可死不可贵 可现在 我们一家三代男人都跪着 这么想着 我对耶稣又有新的求 我求他从隔击上跳下来 把我和爷爷都掐死算了 生不如死啊 这一天是溶雪的日子 溶雪的日子比下雪的日子冷 父亲跪了一天 回家时走路比七阿泰还要翘 七阿泰只有一只脚翘 走路一顿一顿的 父亲是双脚翘 变成一跳一跳的 更难堪更吃力 第二天大清早 母亲叫醒我 叫我上楼去给父亲 用热毛巾敷膝盖 父亲两只膝盖 肿得像个贴着一个馒头 摸上去软塌塌的 指甲掐得破 我在给父亲敷膝盖时 母亲在旁边给父亲收拾东西 内衣内裤 背单毛巾什么的 看样子父亲像又要去江北修水利 我想父亲这样子怎么能出远门干重活呢 后来想 这大概就是对父亲的惩罚吧 趁人之危 痛打落水狗 这也是爷爷以前教育过我的 人就这样事故 你好给你锦上添花 不好给你雪上加霜 下午我发现错了 父亲不是去修水利 而是去上校家 他让我牵着两只猫 让大哥扛着一麻袋东西 自己一跳一跳地去了上校家 母亲已经把楼下前厅和猫房收拾得干干净净 等大哥来了 一起给父亲在猫房里搭了一张床 从此 父亲就和猫住在一起 除了回家吃饭 其余时间一律待在上校家 家里像饭店 父亲坚持不同爷爷同桌吃饭 爷爷上桌他离桌 爷爷叫他听不见 爷爷哭他看不见 总之以前怎么立的事 他讲到做到 其实父亲做的已超过奖的了 之前他可没有讲要离家去上校家住 难道这是他向全村人讨饶的一个新样式吗 替上校守好家 争取大家的原谅吗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这个讨饶也不起作用 村里人仍旧敌视我们 包括我 开学了 没有一个同学情愿跟我做同桌 老师把我安排到了最后一排 一张断角的破桌上 并且阴阳怪气地对我讲了一句异味深长的话 桌子是有些烂 只要人不烂就好 从前有个人家里穷得很 点不起油灯 他凿臂借光照样读好书 考上古代的大学成为一朝朝人的佳话 第二天 我发现我的桌子变得更破了 有人 据说是我昔日的难兄难弟挨角虎 带头在我桌子上用小刀划了一个大大的叉 他像一只母鸡 隔一夜生下一窝小鸡 我的客桌转眼变成了一个鸡窝 一桌子叉叉 看上去机灵狗碎的 老师见词 同样拖着阴阳怪气的腔调 劝我要正确看待这件事 这是个女老师 声音尖利 像刀子一样戳我的心 字字间歇 大家知道 在试卷上插代表做错题 这么多叉叉 没有一个狗叫剃光头吃鸭蛋烤零分 在大字报上 插代表坏蛋 反革命分子 人民公敌 群众要群起公职 甚至要杀头 但在课桌上代表什么呢 我不知道 希望你知道 你要不知道呢 可以回家问你爷爷 他是什么都晓得的老乌头 老实讲 鸡肩犯是很丢人 但以前闹鸡肩犯时 大家从没有这样当面歧视我 公开奚落我 顶多个别人背后嘀嘀咕咕 用怪的目光看我 而且只是偷看不敢直看 因为他们知晓 我身上揣着一把锋利的三角搓到 谁惹我就是惹火烧身找死 而这一次开学前 我预感要受奚落 跟爷爷讨那把刀 爷爷却不给 爷爷哭着对我讲 这回不同 你就忍着点吧 你长大了 要学会 吃苦头 我就这样忍着 苦着 煎着熬着 下场却同父亲下跪一样 讨不到饶 甚至变本加厉 差点叫我丢掉了性命 一天下学 天阴沉沉的 像又要落雪 同学三五成群 嬉笑打骂 只有我 独孤孤一人 灰头土脸 星空比天空阴沉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同学中去 从前的未来 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不知道 我默默地走着 默默忍受着孤独和恐惧的煎熬 心里生出了对爷爷从未有过的厌恶和恨 我知道 这一次他把自己一辈子和一家子都毁了 他一错百错 我们家一落千丈 我觉得他正在活活地腐烂 散发出来的臭气让人人都讨厌 连我也受不了 几天前我就在想 我是不是应该离开他 搬到楼上去住 对天下午 一块断砖从空中落下 促使我下定决心立刻行动 我回家必须经过七阿泰的小店 然后进入祠堂路 祠堂高 龙堂长 天空狭长一条 天色更加阴沉 正常的情况下 我一分钟可以走完这条龙堂 我已经走过十六年 走过无数次 但这天下午的一分钟 差点成了我一辈子 一块断头砖 从祠堂窗口飞出 无声地冲着我坠落 擦着我的背脊滑下 砸碎在地上 我只受了皮伤 擦出一道血印子 但如果我慢半步 就是一辈子 比爷爷先死 这一天我终于明白 爷爷为什么从那天起不再出门 他像一只老鼠一样 宁愿去猪圈里待着 也不迈出大门一步 因为他知道 出门必定会有更多的窗户 飞出断砖碎瓦 而你却无法寻出谁是凶手 人们会说凶手是疯 是猫 是老鼠 我甚至怀疑 小爷爷 还可能这样说 说耶稣知晓 他们在撒谎 但耶稣 又会原谅他们的 第三十九集 这天晚上 我毫不犹豫地搬上楼去 睡在二哥的床上 二哥常年在外学手艺 平时难得回家 现在更不想回家了 家乡敌人的碉堡 有人无数次 在心里想把它炸毁 我一个人睡在陌生的床上 少了爷爷的憨声 多了背脊的痛 怎么也睡不着 我也不想睡着 怕睡过去再也醒不来 死 是如此活的 真的 近的 看得见摸得着 像我养的兔子 就在我身边 我生活里 我不怕死 我才十六岁 怕父亲打 怕母亲骂 可对死是一点不怕的 但爱我的人怕 你不要以为我活得 不如上校家的两只猫豪 就没有人爱了 爷爷曾经说过 所有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 像所有的树都爱挡风一样 第二天 父亲通知我不要去上学了 不要出门 如果出门 必须有大哥陪着 他自己倒是夹着油纸伞 带着干粮 冒着满天的雪珠子出门了 他好几天才回来 然后第二天大清早 又领着我出门 先乘船后乘车 不知要去一个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这是一次漫长的离别 加上是大清早 我瞌睡朦胧的 没有和爷爷告别 大哥送我到公路上 母亲送我到镇上江边 船布头 抱着我呜呜呜呜一通哭 求老天保我一生平安 你一定要平安 一定要回来看我 这是我才警觉到 我也许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今后我们可能再也见不着面了 天已经放大亮 远的江面上含着一个红太阳 近的江面上波光淋淋 反射的光芒落在母亲头上 我第一次注意到 母亲的黑发里 穿着不少白发 乌乌叶叶的哭声里 透出深厚的胆怯 痛苦和无限的疲惫 我在海边的一个 不知名的村落里 一户曾经被上校看好 并救过命 父亲也认识的渔民家里 待了将近一个月 然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 登上了一艘小渔船 天麻麻亮时 我看见一艘像小山一样大的远洋轮船 正午时分 我登上大轮船 船上都是中国的一种 稀奇特有的土石 在潮漉漉的海风的侵蚀下 放肆地挥发着一种既贤又苦的气味 有人领着我 花了半个多小时 穿过一道道后铁门 走下三层千灰色的铁楼梯 最后来到一个储物舱里 里边堆满了土豆 芋头 萝卜 包心菜 笋干粉条 总之是吃的蔬菜和腌鱼腊肉 几个角落里 或坐或躺着几十人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小 似乎都讨厌我没有一个人理睬我 我却有心情 把他们理解为累极了 确实那天我心情很好 尽管我不受人待见 尽管我知晓这是逃命 尽管我也担心 有可能逃命不成 死在路上丢进大海里喂鱼 但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鼓舞着我 在出海前 有人烧给我信息 说父亲去公安局门口守了一天 终于见到那个管后勤的干部 在他的周转帮衬下 父亲拿到了一份上校亲笔写的申明书 大纸大字写给全体村民 希望大家原谅我爷爷 上校写的情真一切有理有据 大家看了都很感动 也都很福气 就都原谅我爷爷了 据说申明书最后一句是 一切都是命 我无所谓自己的命是好是坏 只在乎这个消息是真是假 如果是真的 其实我不用逃命了 但等我有这个思想的时候 我已经上了船 下不了船了 我想这可能就是我的命 逃命的命 亡命天涯的命 一切都是命 这话爷爷 以往多回讲过 那一天 我十分后悔 离家的时候 没有和爷爷告个别 我猜 他一定为我的 无情无义 伤心死了 这大概就是他的命 对我好言好待 十六年 却没有得到我 一分钟的话别 爷爷曾经讲过 一分钟的和好 抵得过一辈子的仇恨 可我和爷爷正好反了过来 想到这一点 我忍不住大声地哭了起来 那是船正好起航 阵阵巨大的轮机声 把我的哭声吞没得 连我自己都听不见 一丝一毫 现在是北京时间 2014年12月2日 深夜九点 西班牙马德里时间下午三点 我有两个时间 我必须有两个时间 因为我被切成了两半 一半在马德里 一半在中国 此刻的我已经62岁 在中国是退休的年纪 但我忙得很 现在 忙得很 崛起的中国 给了我创业的机会 我49岁 开第一家公司 如今有三家 上百号员工 一堆事情 几乎每个月 要回国一两次 因为时差的原因 经常白天 黑夜连轴干 一开始 我担心身子会垮 会被泪垮 但十几年下来 我的身体却越来越好 甚至称得上强壮 都说人是血肉之躯 在健康面前 没有谁是铜墙铁壁 可我仿佛是一个金刚之身 经常累得站着就睡着了 而疾病却从来没有 在我身上醒过 十几年来 伤风感冒 都没来招呼过我 我觉得我自己 有两个心脏 就像我经常搭乘的 民航科技 有两部引擎 报纸上说 民航飞机是最安全的 因为所有核心肌部 都有双份 有预备 当然 遇到恐怖分子 预备再多也没用 只有预备死 恐怖分子 是当今人类的肿瘤 这也是报纸上说的 我每天都看报 回国看参考消息 在国外 看西班牙国家报 和中文版的 乔新报 欧洲时报 四张报纸 一年四季陪着我 影子一样 奖牌一样 我曾经对妻子说过 这些报纸 是我年轻时 与孤独交战的战利品 现在我不孤独 公司 家庭 亲朋 好友 员工 老乡 婚丧 嫁娶 都要我的时间 我忙得没时间孤独 孤独像风化的干尸 我不认识了 想不起来了 唯一留下这战利品 就是看报纸 像伤疤一样 退不掉 托祖国的福 我生意越做越大 去年我还去了 人民大会堂 开过侨胞联谊会 中央的媒体都报道过 我妻子在家里看见 激动地抱着孙子 哭起来 把小家伙还吓坏了 做人如做梦 倒退几十年 我拿两个脑袋做梦 也想不到会有今天 父亲是怕爷爷做的孽 把我作死 即使不死也活不好 才铤而走险 送我一条逃生之路 尽管这条路寒风凛冽 但事实证明 父亲的选择是明智的 那个村庄已经容不下我们了 与其留下来受罚 不如逃走 我逃了 其实大哥和二哥也逃了 只是方式不同而已 我逃出来后的第一站 落脚在了巴塞罗那 这是西班牙海边的一个大城市 很大 很美 像中国的上海 城市有多大 有多美 我就有多小 有多丑 小的连名字都没有 大白天不敢上街 听到警惕就发抖 偷渡客都这样 像阴沟里的老鼠 只能苟且活着 能找到一条阴沟卖命 那就是最好的活路了 我有幸在一家 老一代华人开的鞋厂 找到了活路 一天上两个班 只做一道工 给皮鞋定绳扣 一年学徒岂不算 整整五年 经我手的皮鞋 少说数以万计 可是我没有见过一分钱 我的钱都让龙头收走了 现在叫舌头 那个时候叫龙头 龙头老大的意思 本事很大的意思 带我们漂洋过海闯天下的 但不可能免费 是要收费的 收的钱叫出头费 多少年之后 父亲告诉我 他当初给接手的人 付过出头费的 是一只金手镯 从上校屋里拿的 就算是偷的吧 可龙头却说 交手的人一个屁都没给他 只给他我一条命 就是说东西没到他手 我只有用功前地 那手镯去了哪里呢 不知道 过去那么多年 当初接手的人都做了谷 说不清楚了 这是一九九一年 我第一次回国 二十二年前的事 也不必要去说了 报纸上说 人要学会放下 放下是一种 饶人的善良 也是饶过自己的智慧 我这一生许多事情都放下了 但有些事 又怎么能放得下呢 我在鞋上给皮鞋 钉了六年扣子 深知一个道理 扣子不是鞋带 可以脱下 扣子钉上去之后 就跟鞋子长在一起了 脱不下的 脱下皮子就坏了 有些事长进血肉里 只有死才能放下 一九九一年 我还没有做生意 挣钱难 为了攒租一张机票钱 我得熬五六年的时间 像养大一个孩子一样难 我说过 那个时候回国是伤筋动骨 但只要伤得起 不是粉身碎骨 我是不会放弃的 我已经等了二十二年 每天 我用回忆抵抗 漫无边际的思念 用当牛做马的辛劳 编织回来的梦 一切都是为了回来 像一个人 不能把自己 另起来一样 我放不下回来的念想 一定意义上说 我活着 就是为了回来 谢天谢地 我总算等到了这一天 用二十二年等的一天 记得那天从售票台 接过机票的一刻起 我的心就开始砰砰跳 像接到手里的 是一张生死命状 激动 激动 害怕 兴奋 太多的情绪 太乱的心思 一路上我都天昏地黑的 等踏进家门 我一下痛得跪在地上 像是这套纸票 有千金的重量 我定的是中转往返票 为了图便宜的 但我依然觉得有千金的重量 我负重 竭尽全力挺了一路 倒架再也挺不住 泪垮了 现在想起这些 我依然感到膝盖发胀 眼前浮现出妻子用手 轻轻抹去我脸上泪水的情景 就仿佛发生在昨天 人活一世 总要经历很多事情 有些事情像空气 随风飘散不留痕迹 有些事情像水印子 留得了一时 而留不久 而有些事情 则向木刻 刻上去了 是消不湿的 我觉得自己经历的一些是 像烙铁烙穿肉 伤到金的疤 不但消不湿 还会在阴雨天 隐隐地疼痛 第四世纪 哪里埋着你亲人的尸骨 哪里就是你的故乡 一九九一年 我行囊空空 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乡市 后山的老虎背上 已经多出了三座 我亲人的坟墓 一座是爷爷的 一座是母亲的 一座是我的二哥 如果嫂子也算亲人 那就有四座 是我未曾谋过面的二嫂 阴雨绵绵的春日 是航线的淡季 我就在这样一个阴雨绵绵的春日的下午 小心翼翼地走进了 睽違二十二年的老宅室 我的父亲 正落寞地坐在 我和爷爷曾经睡觉的东乡房门前的躺椅上 一边抽着烟 一边看着屋檐水滴答在天井里 结满屋垢的青石板上 他把我当作走错门的人 抬头看了我一眼 又低头抽烟 问我 你找谁 我叫了一声爹 报出了自己的小名 他像只有二十二个小时没有见到我 没有些许激动 也许是怕激动 也许是要给我腾出时间 认识一下这不堪的老屋 目光自下而上 字外向里无精打采地军事着 好像在告诉这些老墙 老门 老楼板 有故人回来了 屋子里弥漫着一股发霉酸腐的灼气 门楣上 楼板下 屋檐下 角落里挂满了蒙尘的蜘蛛网 几张条凳竹椅横七竖八地散乱在堂前 堂前正臂贴着我熟悉的毛主席像 已经脱落了一只脚 隔肌上灰扑扑的 像父亲抽了几年的烟灰都洒在上面 并且被摊晕了 屋里唯一干净的是我那张从前做作业的八仙桌 即使在昏暗的光线下 依然泛出丝丝的虹光 我以为父亲痴呆了 数着他脸上一条条狂野有黑的皱纹 父亲瘦成了一把骨头 手背的青筋 有他指头间夹的胭脂一样粗 足足过了一分钟 我再次叫他一声爹报名了身份 他丢掉烟头 看着烟火在雨丝里慢慢熄灭 终于开口说了一句 你爷爷死了 这我早就猜到了 从几方面都猜得到 爷爷是那么要面子的人 当初一个鸡肩犯的假传闻 都差点把他送进了鬼门关 何况后来全村人 包括父亲集体公然 却从来没有收到一封回信 头些年我还苦等回信 后来根本不等了 写信只是告诉他们我还活着 而家里只有爷爷能写信 他要活着一定会给我回信 哪怕明知第二天要死 也会给我写好回信的 后来父亲告诉我 在我走后没几天 还没等到上校的声明告示 爷爷已经把命交给了他的裤带 他在猪圈里上吊了 上校的声明起的作用 也许只是没人去刨他的坟墓 老保长一再公开扬言 爷爷没有资格葬在村里的任何一寸土里 他应该碎尸万段 喂豺狼吃 何况爷爷要在室 已是年近百岁的老兽心 一个背负骂名 心惊胆战的人 无论如何是想不到这福寿的 过了一会儿 父亲又说 你妈也死了 这我从刚才看到屋子里的凄凉景象中猜得到 母亲要在室 这些灰尘蜘蛛网不可能这么耀武扬威在我的面前 母亲是天底下最勤劳的人 屋子在他手里 哪怕是猪圈 地上的垃圾也不会过夜 板壁上楼板下的灰网不会过月 而如今 他们成年不败的威风 显然是母亲 入土化为尘灰的证据 我问父亲 母亲是哪年走的 怎么走的 我希望是自然走的 不是自杀 也不是他害 父亲不理我 继续又说了一句 你二哥也不在了 逼你妈先走 二哥是病死的 白血病 这对一个七将来说也许是职业病 但父亲不这么认为 理由是镇上的七将多了去了 只他一个人得这种怪病 我们三兄弟 二哥最像父亲 不爱说话 绰号叫铁哥的 心思被铁包着 所以父亲有理由认为 二哥是郁闷死的 父亲说二哥 就像被老婆戴了绿帽子 整天愁眉不展 闷声不响 他是被自己憋死的 也是被我们逼死的 老辈子做了孽 他是提死鬼 这是父亲后来说的 那天他像一口丧钟似的 只报丧 报了二哥 又报二嫂 你二嫂也死了 比你二哥先死 二哥的性格不讨人喜 三十岁没有女朋友 三十二岁 在父母亲极力的张罗下 花钱从贵州买了一个媳妇 年纪相差十岁 不知是语言不通的缘故 还是年龄相差大的原因 两个人结了婚 像结了院 二哥经常不回家 回家就吵架 他宁愿跟家具 七统待在一起 也不爱回家 像许配给家具似的 据说二嫂到死也没学会我们这边的话 因为二哥老不着家 没人跟他说话 因为语言不通 两个人吵架经常动手 摔家伙砸东西 一次 二哥下手中了 一巴掌打掉他一颗门牙 然后摔门走掉 二嫂哭了一夜 凌晨喝下了一瓶农药 入了鬼门 这是他们婚后的第三年 一下一个儿子 当天晚上 我就跟我的这个侄子 睡在了一张床上 他十一岁 长得一点不像二哥 在读小学 据说学习成绩很好 门门功课全班第一 这也不像二哥 二哥是反过来的 门门功课班上倒数第一 所以早早地退学 去学手艺了 父亲说完二嫂的死 我已经被死人包围 心里已经胆怯地发抖 不敢去想大哥 看屋里这惨测的败相 也不像有大哥 大嫂鲜活的样子 当然可能根本就没有 大嫂这个人 我问大哥是不是也走了 结果父亲说 是早了 但人还在 顿了顿他又说 幸亏走 否则也活不成 你也一样 大哥是去了秦务 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做了倒插门女婿 在生死面前 他躲过了一劫 但在荣辱面前 丢尽了脸面 长兄如父 再穷困潦倒的人家 也不会把长子拱手出让 这是一个破掉底线的苟且 形同卖国求荣 卖银求胜 这是生不如死 是跪下来讨饶 趴下来偷生 我忽然明白 即使村子里的人 已经原谅我们家了 但我们家 却无法原谅自己 甘愿认罚赎罪 爷爷寻死是认罚 大哥认辱是认罚 二哥年纪轻轻 抱病而死 和我奔波在逃命的路上 亡命天涯 又何尝不是认罚呀 父亲数完家里遭受的罪罚后 再不吱声 他心里有鬼 他怕跟我说的太多 透露出情感 被死神恶鬼识别出我的身份 又对我作恶 我已经被阳酷的事实吓怕了 丢了魂 犯了强迫症 阴雨绵绵的天色 有黑骨瘦的脸色 胆怯压抑的神色 一头稀疏灰白的乱发 一脸麻木不仁的绝望 这一切都让我想起 那次漫长的海上逃生之旅 那是我天天做着死的打算 夜夜做着死的噩梦 当终于上岸时 年少的我已经变得 像一个老人一样 懂得感天泄地了 我和一群九死一生的同伴一起跪在码头上 一下下的磕头 引来了一群海鸥好奇 他们从高空俯冲下来 翅膀扑扑地响着盘旋在我们头顶嘎嘎叫 仿佛我们在抢吃他们的盘中餐而破口大骂 而当时我们的样子确实是像鸡在着实 报线上说 生活不是你活过的样子 而是你记住的样子 父亲甚至不许我住在家里 他给了我上校家的钥匙 让我去那儿住 我问上校的情况 他依然息字如尽 含糊其次地说 你都会知道的 我以为上校在他家里 我可以去找他相问 可去了才发现 门前屋后楼里窗外 一派年久空置的乱象败象 菜地里杂草比人高 乱草堆里藏着各种动物的粪便乃至死尸 在雨水浸泡下散发出阵阵的恶臭 院子里野草丛生 铺地的青砖受不了柔软的 蚯蚓的顽强拼搏 和野草来自地下的压力 已经七拱八俏 一种不知名的藤草爬上台阶 正试图向窗户进去 廊台上从前上校经常躺着 看豹的躺椅 已经完全散架 支离破碎 像被天雷劈过 钥匙已经适用了 锁眼被铁锈堵住了 我只能强行入屋 屋里看上去摆设整齐 但闻起来是一股死亡阴森的气息 灰尘和蜘蛛王统治了一切 我每迈出一步 灰尘就在脚底下腥风作浪群魔乱舞 嘴巴眼睛都可能吃尽猪啊 放眼看去 目光所及都令我胆寒心惊 犹如瘦了灵尽一般 挂在门后衣架上的一件白色棉衬衣 也许曾有汗水流下的咸味 一被蛛虫吃得千疮百孔 像是从骷髅身上脱下来的 猫房里 金丝绒的窗帘一脚悬着 大半挂落着 即将拖地 像裹着一个吊死鬼 两只精致的猫篮 里边盛满了一层黑肝的老鼠屎 无法想象那两只猫 曾经娇生惯养的荣耀风光 我没有上楼 我害怕上楼 赶好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